好,大家午安 下午呢,首先我们林德宇议员 来业务咨询 时间15分钟,请开始 谢谢我们主席 兰副市长,各位局长 各位处长,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今天我们来针对这个财政业务的部门 我首先我来针对这个 荔枝村巷,蟲维基,还有防虫总动员 我想了解一下,如果在这个村巷的防治工作里面 应该是由谁主政啊 这个部分不知道哪一个单位可以回答 来我们请这个蔡局长 主席,谢谢林一言关心荔枝村巷 荔枝村巷如果在农作物上 归龙一起管,但是立正像他会,他技术包括 富汗子科的 台湾蓝树 富汗子,这个都是很多青稻树 教委里面会有 在我们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产区里面 包括我的这个大梨 这个雾峰太平加山枯加,我们今天的这个防治的成效如何 报告委员,我根据我们最近五月份开始收购那个软片 一片从原来两块,结果我们现在只收到两千多片嘛 表示说我们的荔枝龙岩根本找不到软片 找不到软片 我们台中是找不到就对了 我看那个新闻啊 彰化县有一个农民啊 说这样贪两万四千多块啊 我跟议员报告,彰化因为很多的那个荔枝龙岩 都种在零零星星的路旁那些没有管理 所以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的荔枝龙岩都是有管理的果然 在荔枝龙岩里面已经找不到村巷,已经碰药都已经 好,所以那个局长,以这个荔枝村巷的防治工作 你是负责这个有关这个农作物的这一个部分嘛 但是如果呢,我们在市区,我们在我们的观光风景区 如果在这边要如何处理 这个会有关主地管理单位他们我们的分工 那像警道树当然是建设局 那学校校园当然是教育局 如果是风景区就是观光游局 他们也是会参考我们的房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要考虑到环境 如果学校... 那这点看看,有没有一个辅一层的统合机制 还是一个工作汇报 我们原来有做这样的分工 另外我们也行文给各机关 请他们... 所以是到目前为止 到现在五月为止 有关村巷的房子 是由我们农业局就你夜馆的农作物 这一个产区去做房子 那其他非你夜馆的你们有行文这样子而已吗 没有开过会 我们有办讲席会 我们有办讲席会 召集各机关来讲席 谁说明 好,谢谢,谢谢蔡局长 我想今天我们财政部门的 财经部门的这个业务咨询 是由我们杨副市长来做这个烈食备巡 副市长农业局相关的 农业都督导的业务 我跟副市长说明一下 包括到昨天 我代理的和朋友 他们家住了一棟大楼 代理也算相关的 24楼25楼的 他在24楼的窗户旁边 还是发现一整排的这个村巷 那包括也有一些家长好朋友 他也有反应啊 尤其是幼儿园的 小朋友在这个幼儿园在玩耍的时候 这一个窗户 还有还有这一个树上 都会有他们讲说金龟子 其实家长去问一下去发现 其实那个不是一般的金龟子 就是我们讲的村巷 当然幼儿园的那个老师会提醒小朋友 但是我觉得说 我知道的是去年 去年大概5月6月的时候 包括我们府一城 应该也是由副市长陈吉 有开过一次 有关村巷防治的一个共同工作汇报 里面找了谁 建设局、卫生局、官吕局、民政局 各相关业管的 这个都要动起来啦 不要以为说这个村巷只会在我们 在这个农作物产区 这个是农民的事 现在搞的我们这个家长 或是我们市区的这个居民 也人心惶惶啊 如果遇到这个要怎么办 所以我想请副市长 这个 府一城的东西要请你这边赶快 赶快来召集一下好不好 我非常感谢那个林议员 你对这个民众的生活 巨细迷你我非常感谢 我们在大概三个礼拜前的市政会议 我们不只是在府一城 而且是在市政会议当中 我们做专案的来这个探讨 我要在这边再给议员报告 除了我们积极在做这个之外 还有叶子 它一部就十四点两 那本来我们三块 现在改五块 跟彰化线一样 这彰化线一样 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从学校 国中小学 呃 不要攻击他 谢谢 所以我们软硬方面各种一起来 出来不够我们继续努力 谢谢 刚刚这个局长讲得很清楚啦 以农业局 包括这个有关 怕了为了这个灾损 做这个房子 其实他应该是有成的啦 但是我们在这个市区 包括之前 都有好几个议员啊 议会办公厅外面也有看到啊 对对对 所以我跟他说 这个部分 要拜托的包括教育 教育局 他的这个 教育局 局管理局建设局公平啊 这都要处理啊 是还有核串局 核串局 包括 包括我们的小朋友 包括小朋友 要进去宣导 对对教育局 老师要有这一个 要有这一个意思啦 我们继续加强 因为他现在就是 轮幕的部分 他会附属在上面 所以我们已经 而且我们还有小峰 四百万只小峰 已经发出去了 已经放 已经放了 放出去 所以我们继续加油 继续 民生 民生议题 大家最关心啦 这个有时候 透过要等到我们议员 站上那个 咨询台来 都缓不济集 那感谢议员 所以第一时间 麻烦这个工作汇报 该落实的 请副市长这边督导 好 来转景一点啦 好 咨询台湾 咨询台湾 没输败 结果发生事情 不不不 我们在一个月前 就立即在市政会议 启动这个机制 谢谢 我们那个下礼拜 这礼拜的市政会议刚过嘛 是不是 再再要求一下啦 好 谢谢 副市长 谢谢 好 这个 我们讲完了这个 民生的这个 大家关心的议题之后 但是还是要回到 我们这个整体市政发展上的 这个长远的一个发展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金发局 高局长 谢谢您 来 我给您请教一下 局长 您过去在业界服务过 请教一下 您在业界你们的公司 跟您的这个担任的职务 大概是怎样 可以跟我说明一下吗 谢谢议员询问 我过去30年是在一个 美商自行车公司 我主管亚洲地区 我们生产的是自行车 都是专业的零件 都是高档的零配件 所以说 局长你在这个业界 服务30多年 而且是一个有秩序 有系统 有规模的这个外商公司嘛 所以我今天早上 我有听到 局长您在这个 跟议员的答讯 我觉得啦 局长你还算务实啦 该你做的 你不会说推啦 但是不是你讲的话 你要担起来 你也就很难啦 譬如说有议员讲啦 这个资金区 来问你 你说哎呀 报告议员 这个我没有讲过 这个我 我没有回应 但是我想跟这个局长 请教一下 台中富士山 整本的这个报告里面 通篇都用台中富士山 在做你的这个业务报告 台中富士山 三个部分 前殿后场 自由港 我想请教局长 你在这个 盧市长竞选期间 你有参加过相关的 这个政策 咨询还是说这个政见 政见的研你的一个讨论吗 所以您是在市长 可是这些东西我在你们这个 包括上个会 临时会的这个专案报告 你们也都没有写啊 你们都只有写说 第一个 成立这个招商委员会 第二成立这个经贸文化交流小组 第三成立这个台山专区 台山专区 我查了一下 目前这个有来咨询的大概几件 台山专区 台山来咨询的 他有很多分类 有土地的 有公司设立 然后有障碍的 他会一共是 我看一下 大概六七个分项 对 我有问一下进度 进度你们说这个是投审会的这一个 以那个为主嘛 所以说 你们现在只有媒介嘛 那我想要问那个局长 我们现在讲说 卢市长的招商成绩如何 我就很担心了啊 我们现在找不到 实际的一个亮点啊 你说巨大 你说车王 你说秦美 他们从开始恰商投资 到他们投资底定 大概花了多久你知道吗 巨大我清楚 另外两家不太清楚 巨大大概什么时候 巨大大概是两年前吧 两年前嘛 对 你讲的很中肯嘛 所以这个不是说一招一戏 也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 市长上任之后才拍板的嘛 其实很多招商引资的工作 是要一棒接一棒的 所以我现在是要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台中富士山是空话 因为你们实际该做的都没有做好啊 我跟你们要一本台中市公商投资发展测进会 公测会 过去每年 每年都会编一本投资招商手册 这个二零一八年我手上是二零一八年的 抱歉我拿没抓本 这是二零一八年的非常详细哦 里面投资招商引资 投资的标的物是什么 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现在不是在讲空话 你要一步一步来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跟你们要了今年最新的 请问什么时候才要出来 跟一座报告 我手上有个资料 我们要一些资料都还没有回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正在做 还没有做出来而已 所以啊 所以你看 这半年从你们市长上任到现在 这本书你们快也七月才要完成 那中间这六个月 你们出去 有没有相关的文件给人家 你们应该是不会用这本啊 因为这本翻开的第一句话就写 以这个大台中一二三 你们都已经台中赴四三了 还在用过去的大台中一二三吗 还有一句 今天公测会总監事有没有列席 应该没有嘛 没关系 就算他列席也没有用啊 没关系啦不用啦不用 因为公测会一年有三千六百万的预算 结果有人力也有这一个经费 但是我们卢市长 宁可让他放在那边 派一位我们的市长是主任我们的一个顾问去做监任 监任这表示什么 无星啦 公测会的网页 写了什么 公测会的网页 第一句还是写啊 推动大台中一二三 一条三首线两个海空港三个富度星 这是林佳龙市长的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没有要唱衰你 但是我提醒你说你们很多事情该做而未做 口号太多了啦 前天前天后场自由港 其实这个意义 引申到你们的业务报告里面 其实都是在旧有的资讯里面 你们去做包装而已 包括我看得到的 招商的部分 你们也频频发新闻稿啊 包括去香港 包括我们上海 包括我们大陆的台商回来 大陆台商回来不是我们要反对 而是说比例的偏重上你们是不是有过度的 以这个两岸市场为主 请那个高局长说明 根据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公车会的那个手册正在做 第一个 第二个呢不是没有做事情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没有写在那上面 比如说自行车的自行车周 他们也在规划 还有很多事情他们正在做 只是没有把它文字化而已 这先跟你报告 第二个就是招商的问题 我们去香港去中国也好 还是说我们有计划还要去这个 早上也有议员问你去香港 你也很惊讶啊 对不对 你也说你surprise to啊 对不对 我surprise to是因为他的问题啊 MOU是他的意向是一个意向 我觉得啊 高局长 我今天很恳切的跟你讲 赶快去做出实实在在的亮点 不要一直用香港 一日一日招商团 这个来做亮点啊 这个讲到今年六月已经讲不下去了 这个包括下个月我们要问 市长我们都很难问了啦 你们应该要很多很多亮点 除了刚刚讲的三大投资案之外 这半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可以讲的 回报议员 其实MOU不是一天而已 这个在下个月这个叫做香港商会 他们会一团来 他们会带我们相对的窗口的对接的过来 因为上次去签我们又是农 是叫做农会去签的 我们又是一个意向书 他们有一个意向这样合作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合作 因为当时只是一个会议员 现在他们来才是真的要谈合作的时候 好高局长 我再次提醒你 千万不要香港是选项之一 绝对不是唯一 我也不反从香港 我也不反对两岸交流 但是请你们注意 不要四四样样一直讲香港 包括你们的经贸交流小组会议 谢谢 以上是林德宇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李立华议员咨询 谢谢主席 副市长 我们的局处长 各单位主管 议员童然 媒体先生女士 呃 这家 看到昨天很多绿的议员 在那 对一些事情 人事物很多事 搞都搞不清楚 主行跟夫妇叫我不知道在乎什么 今天就看到报纸 太平产业园区喊停 我觉得实在很震惊的 他在嘻笑 我太平产业园区 立华政策 该买的土地都不好了 厂商陆续进驻 也都开始在准备工程 整个要建造 是怎么有这个标题 考译 这个议员 人情维度去我不知道 中所考不清楚 所以这 整个就黑白说黑白说 我真不愿 因为这个所在是我正处的 黑市共市长 统一开发 任家庭 跟完成 这样一个这么好的太平产业园 请不要 胡言乱语 我请 请我的议员同仁 但是 检队 你说的就是检队星光趋断征收 星光趋断征收是住宅区 在我们台风也担二三十年 这一庭 好不容易用好 掌权对这个一顿 我实在今天不是我的议题 我不得他跳出来 我对他们掌权一顿的议题 我有一个看法 当然 政华局长你自己也是很外行 都没准备好就做局长 你要好好检讨 没人厚高的 卢秀苑若红 总指寻的时候 我给你说你们配备 金四十 我给你说 昨天 绿路议员讲 星光区团政修要做产业园区 我感觉这很大的 真正是搞错地段打错人 星光区段住宅区 产业污染难进住 居民反弹是黑白目 他们正说的 我今天回来接你 是怎么接你 我是住宅区 一开始在副团政修就是 到现在为止 所有一些配余地都要放在 当然我们想要买 要改变我们台中市的财政 要从台中做一些建设 那有什么不对 当初这个事情根据我孙虚了解 念家梁跟帝衡有说 是不是我们工业园区不够 我们继续来做一些低污染的产业区 我请问 低污染是有没有污染 其他 低污染有没有污染 里面有两个字污染 对 低污染就是污染啦 这样骗白污染 然后七星光七段中所压 大家就在基台 部分的人啦 结果今天报告一天 住在那些人 全部都靠腰 李立法议员 我们的住宅区是怎么 产业要进出 又低污染 恐怖 污染就是污染 高低都是污染 工丘噪音 工丘所有的空污问题 当然咧 我们工丘 政法区 你是有自己去好好开拓一些工业区 这就是对得起地方的工业 努力拼经济的人 而不是直接玩笑声 根本就是新光七 住宅 七段中所住宅区 工业想要笑声要进去 那有可能 政府就有乎 所以当初林家庭 跟人在说的中间 基本上 就是有这个提升法 但是他并没有成案 这个东西你要跟 你的一言回答啦 含着就不要回答 没有报告一 我要回答 盧修言就很怕 真的是喔 搞错地段 打错人你听有没有 切四元 这样知道吗 我知道要回答 没有办法机会 正常 他们就是全面在製作这个 但是不要忘了 我来说 现在在那里的八省 人们反弹 政府在黑白幕 我们当然是要 我透过这个机会 要说啊 对不 不是罗修院黑白幕 本来林家庭在抹的 抹的 抹了也没成案 现在要害虚项 所以不要真的 不要再留子孙 一些不对的严慎 不对的生活 现在全部都给你们拖抹了 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公道说的 如果它是低汙染就是有汙染 请勿进住住宅区 公业区 非常的急迫的需要 整太平就是我 太平产业园区 我立立华建议的 现在都开闭了 顺势的 不要再套过 保障黑白色 什么的太平产业园区 停摆 你看到贵喔 进住中 开始在起床 对不 一切都顺利进行中 好不好 所以立的议员通人 也就备好金啦 不要随便的棒子拿起来就打啦 笑死人 就对你坐下 谢谢 接着 一万东人都很关心 立之春相 简单我打个油诗 春相初级 全民恐惧 如临大敌 燕子 你在哪里 所以路修院的指定 你今天是你的功课 你要对付的不是人 是 物 你还有植物 还有动物 还有昆虫 你有本事吗 今天是春相 的公寺 本来在山区 在田间 都是農幼 山幼的受苦受难 今天这个春相的蔓延 都入境 我不知道 路修在哪里 这些东西 现在已经蔓延到哪里 大楼 社区 我们所有的住宅区 这么可怕 当中星期我去学校 局长也知道 我有说 这些东西 给八省如临大敌 一切都在近生活 恐慌中 要怎样 我一天来到市府 高局长看到 我说真的 我女儿都吓坏了 老顶皮衣 我们顶楼都有了 没错 所有住大楼的 居民都跟我讲 三皮在那里 两部在那里 两部 我在说 不知道民政有两部 在上面 早日米他的家来 他就变黑黑 小吃小吃 你叫小蜘蛛 我跟你说 我们家已经开始 客厅也好 房间也好 你的村巷已经进驻 局长 未来村巷 荔枝村巷 就是这样泛滥 你要如临大敌 八省现在很恐惧 所以不要再动作说 叫农友说 你就 那个暖片 你就收来 一片就五块钱跟你收 我跟你说 樊不积极 五块你五百块去收 我跟你说 你就不会付钱 这个东西 现在这么严重 我不知道啊 副市长 也是来请教你啦 你的局长 对这个事情 也无责啦 束手无策啦 所以我现在要问啦 所有的八省 如临大敌 大敌 他们在找 燕子在哪里 你回答不好 燕子在我们台中市 努力在做 我给李立华议员报告 村巷这个问题 我第一时间看到 我就说 我看得很少 我怕到 所以我们 你什么时候看到 我们的卢秀苑市长 副市长你当时看到 村巷 村巷 我们在步道的时候 在践行步道 今年吗 对 我给你报告 四年前 他就已经在 差不多四五年前就开始 原区 他就开始跟你进驻 开始跟你挑衅 给议员 给议员报告 对 所以我们 在今年发现的时候 我们 卢秀苑市长很用心的 在一个月前的市政会议 他就提出 这个议题 而且是在市政会议的会议当中 集结了我们的农业局 都发局 卫生局 我们的联合专局 以及管理局 教育局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也就是 不管是步道 河滨 因为轮幕会附属 他会附属在上面 我跟你讲 所以我们将 旧级跟 我知道 你今天把很多议员回答 一起努力在做 你所谓的回答 我现在要问你 一句总结 你说 你透过了这么多局 启政会如临大敌 全民是在恐惧 你如临大敌是对的喔 所以说 现在我们要做 我们要怎么做 你讲了这么多局 结果你可能 他会产生什么后果 继续蔓延 还是他有办法打住 我们觉得不容许如此 会毁灭他吗 怎么毁灭 什么时候 我们不容许 我是看農業局 从古早的当 没有会从其他的 那个局处 来做 心理前到现在 越来越犯难 一点作用就没有 对 所以我们要负责任 从一个月前 在施政会议当中 我们发现了什么成效 副市长你说 是个月前到现在 过来未来 你准备要用多少时间 我给你报告 继续我再请农业局说明 第一个我们 因为现在在新业 来积与健康 这些要先处理 那目前为止 这个是安全的范围 第二个呢 我们也请农事所 去用自然生态法 小峰出来 四百万只的小峰 小峰以前就出来了 一定出 没有 今天我们用四百万只 接下来我们还要教育 是 继续努力 接下来我们还要教育 到学校里头 去告诉我们的孩子 有老师透过 告诉孩子 不要攻击他 一攻击他 他会独一会出来 会有灼伤 会有现从那种现象 副市长 这样就对 你请坐 更严重的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很浅的 你今年才发现 还更严重的 你的心情就定住 一九月你还要拥 拥不拥 拥不拥 拥得变形 我没骗你 这些案例这些照片我都有 现在重点就是说 校长 现在 现在已经春相出级 全民恐惧 你现在说的 你要说的 跟副市长的同样 你就不用说 你现在是多久 我们可以先毁灭一半 有目标吗 要有目标 不然你再说的 不是 四年前到现在 我们要怎么做 你来讲 你做市长的 局长的时候 还漏四年 鹰家庭也没有保守 现在还 还 我上次离开以后 才会有真相的 不过我讲 防治这种昆虫 一直生下也是昆虫 当然就是几个方法 化学防防治 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 大概离不开这三个方法 你这些防治 你对他们会治得了吗 我们现在 立志龙眼 管理非常好 我们最近十天收购软片 一片五块 才收到三千片 才收到三千片 表示说立志龙眼 事上 你现在意思 你这一次会有成效的处理吗 对你好好讲 因为透过你讲的 我要跟民众讲 民众电话一直来 我要回答 立志龙眼 果眼防治 目前有效果 但是其他地区 那部分 还是要加强去防治 可能你要看局处 你要看局处 那天 前两个星期 我去看那些主体 现在也要做交代 主体 那些村像 一样的在泛滥 然后那个周园 方圆五百 差不多一公里 那些座材 我来说全部都是 有 那个 议员关心 那个社区 我们有请公所 我跟里长 去跟那个地主 已经 要求他 要的管理 找到地主 已经沟通了吗 有沟通 可行吗 他要怎样 现在社区那边 如果能够接受 我想 防治方面 是有药物 要既可以处理 没有问题 管理上 防治没有问题 真严重你也知道 以前農友 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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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天吃饭 没得到 你听到吗 现在的農友 在市区的 根本就不要面临 这种事情 稍微没得到 去抵抵了 你说 开始就很冷了 最快一星期才会好 所以 民对民众 现在对 荔枝春相的恐惧 我们農友 是主要的业务单位 你要串联 拿几个局处去处理 我都尊重 但是 希望 有成效的 有成效的处理 而不是说 都没有效果 没有成效 好吗 好 在这里谢谢你 接着我要来进行 这实在要叫一个来问 我来问一下 等一下 有营交局 跟满天星 你把我指认一下 什么是营交局 什么是满天星 哪个是满天星 哪个是营交局 目前社区 营交局 营交局 泛满 这个东西 发粉 背去 吸入过多年 不是肥 不是肥 就是肝 都会受损 然后皮肤 如果附着 也是都会生 你看 哪个是满天星 哪个营交局 您来看 这个相似度 真的是很高 很高 而且还像爱草 所以说你也没有 到指认 不然你也说一个满天星 哪个是满天星 下面是满天星吗 相似度非常高 满天星是很浪漫的 就上面这个小朵花 小朵花 是 所以 好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揭发以后 请坐下 揭发以后 很多人讲 老婆老婆 我们家附近 你看满天星自己开 这么漂亮 透过我们的记者会 现在大家都知道 营交局是有毒的 他有毒的东西 跟满天星长得很像 所以不知道会去摸 摸到你皮肤接触到你会痒 然后这个东西现在泛滥中 也是农业籍的业务 虽然他现在又不是全面性的天敌 但是副市长 农业局长 我们来正视他 他真的 水到给你动作 他是满天星 很危险的 他的相似度真的很高 我请我们农业局 就到现场去看 他怎么处理 我跟你说 台湾那一堆 并没有连根 斩除 他要成本 所以他只表面挂挂 当然他要再去斩一次 不然那两三公斤又会蔓延 再来一点 他一定要放火烧 局長你说 要怎么办 更精湛的我跟你说 不要到处都是满天星 好 以上是李立华议员的执行 蔡局长 好来 接着李宗议员执行 好 现在主席 这个副市长跟市府团队 议会同仁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这个 金发局高局长 这个我们市长呢 说要 在7月10号到8月18号 办一个台中购物节 那我们很关心这件事情 结果就一直搜搜寻到 昨天 我们终于看到你们的网站上 有一个广招业者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稿跟招商的连结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相关 比较具体的内容 请问你这个案子计划 到底做好了没有 回复李宗议员的询问 做好了 那可不可以把你们的企划书 一份给我参考一下 没有问题 好 那我想你们去年 办了一个 2018台中热购嘉年华 是去年了 我现在讲去年 哪一位科长主办的 好 我请教你一下 当时看你们的相关说法 是 那一个热购嘉年华呢 是要用无现金市集 当做你们的宣传 那请问一下 你们上一次的这个无现金的市集 绩效怎么样 到底有多少人 用电子支付 支付了多少金额 占大概交易的多少比例 有这样的数字吗 就是无现金交易 报告议员 有这个数字可以 等一下提供给你们 你可以告诉我大概比例多少吗 讲大声点 让大家知道嘛 之前是每一盒的六个商圈一起办无现金交易 有这么厉害有无现金啊 他是用哪一种支付方式 LinePay也可以 ApplePay 还有神送Pay 这些都可以 都有 有一半的比例以上吗 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再给 呃 你不用把详细的资料给我 你为什么现在不能报告给我知道 我要找一下 因为你根本没有准备吧 这个东西啊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一再的宣传 要准备用电子支付 可是看起来呢 我们实在很怀疑有多少的商店 可以接受电子支付 然后有多少的民众会用电子支付 既然你当时广为宣传说 这个叫做无现金的市集 到底他的成效你怎么不拿出来 宣传宣传让我们大家知道呢 然后就这样子无声无息 好像没办过一样 有多少的金额 是用电子支付交易的 查得到吗 所以显然啊 高局长你看 我们就没有把电子支付当成一回事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呃 我请教一下 您是从工业界出来的 请问你工业4.0要做什么事情 报告一座 工业4.4个字就解决了 什么是 大字移云 什么什么大字因缘 我可能口子不清楚 好没关系 大字移云 大字移云 好 大小的大 big data OK好 然后呢 自 smart 一定要smart 然后呢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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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果没有5G 我的认内 你任内 会不会 台中市能不能做5G 要先有業者要去做5G 台中市要做 沒有業者做也做不到 為什麼我們政府自己不能推動5G 5G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一個體制 所以你現在把這個工作丟給我們未來的電信商 丟給我們的國家政策 看能不能做到5G 好 那我另外告訴你 第四次工業革命有五個重點 不是你講的那個東西 那這五個重點 你認為台灣在哪一項有機會 好 第一項新材料 石墨烯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用矽 矽晶片 未來要用石墨烯 第二項 AI人工智慧 第三項基因工程 第四項核聚變 第五項就是量子科學 你認為在未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台灣的機會在這五項哪一種有機會 我認為第二項 AI人工智慧比較有機會 我們比較有機會在第二項 AI人工智慧 那你覺得我們現在的台中的廠商 有誰比較會去往 AI人工智慧這方向走 跟宇宙報告 很多廠商朝這個方向走 可是這個投資要很大 這個就牽涉到工業4.0 Industry 4.0 所以你剛剛講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其實你是比較偏向 所謂的那個什麼雲計畫 那些東西大概都在5G加互聯網這個概念 是不是這樣 互聯網這個概念 可是呢 我們真正講到 要落實產業的一個進程的時候 這個每一項都是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 很重點的項目 好 那你也剛剛講到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現在要很大的投資 要很大的工廠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工業用地 你有沒有想法來解決 跟宇宙報告 工業用地是我上任之後 第一個盤點的項目 要有把工業地找出來 才可以有工廠進來 否則的話 不可能把工廠蓋在空中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你要跟我們農業局商量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曾經看過一篇報告 那個報告上寫 我們自從反共時代開始 我們的農業 就要求要保留 種植一年糧食所需要的農地 我們需要保持 種植一年台灣所需要糧食的農地 可是問題是 台灣的能源供應 可能只有短暫到七天而已 所以這兩個是矛盾的 我們覺得好像我們要那麼多的農地 是因為我們要自己自足糧食 可是有一樣東西 不比糧食 這個重要性差 叫做能源 台灣的能源供應 就是我們將來的用電 很可能一個禮拜就斷電了 就是我們的能源供應量 不能超過七天的這種安全期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那麼多的農地幹什麼 所以 今天我們看到滿地片 通通都是違章工廠 然後呢不知道該如何取締它 為什麼你們沒有跟我們的農業單位 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把我們的國土計畫做一個檢討 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的農地嗎 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的農地 要種一年的糧食嗎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思考不換 我們永遠停留在我們的農地 就是綁住了相關的都市發展的限制 綁住了工業需求的限制 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去參觀過我們台中一家公司 他在大陸東莞的工廠 那一家工廠讓我看得嚇一跳 因為他佔地六百畝 一家工廠就六百畝地 十二萬坪的土地啊 一家工廠 現在他如果想回到台灣來 請問你你要給他多少地 他能夠有多少農地 能夠有多少工業用地 讓他來蓋工廠 我們都知道中美貿易戰 現在在打 而這場戰爭 今天早上有人問你 其實這場戰爭要打三十年 大家知道嗎 中美的貿易戰要持續打三十年 要打到二零五零年 這個貿易戰才會結束 為什麼 因為美國不甘心當老二 所以就要把這個現在的老二 好好的修理一番 將來如果沒有確認 誰是老大誰是老二 那這一場戰爭三十年都不會結束 所以我們的很多台商 真正面臨到要回來台灣的思考 那既然要回來台灣 我們都是找不到土地的 你說你也找不到地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農業局 不能夠跟中央談一談 把一些我們為什麼要種植一年 所需要的糧食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半年 把糧食的安全量 從一年變成半年 既然我們的能源安全量只有七天 為什麼糧食安全量要一年 這就是你的思考 是不是應該要轉換一下 所以你們金發局 有關開發工業土地的人 是不是就應該主動的去跟我們的農業局商量商量 然後看能不能將來我們的國土計畫 最上位的國土計畫 稍微做一個修改 修改完了以後 你才有辦法找農地嘛 如果這個上位的國土計畫沒有修改 你永遠是找不到農地的 你永遠是找不到工業用地的 那這些廠商要回來 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呢 我這邊建議啊 農業局 你千萬不要當個沒事人一樣 今天 中國大陸有很多的農民也不種田了 他們轉換為休閒 叫做農家樂 中國大陸他們怎麼解決糧食問題 他們就有人跑到非洲去租很多的地 然後呢 教他們種糧食 教他們種各種經濟作物 然後呢 跟他契作買回來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 沒有地 要有沒有地的辦法 是不是這樣子 局長你有什麼意見 是 呃 裕作講得非常對 那這個 也不是我們金發局跟農業局就可以決定的事情 這是中央的國土政策 是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中央國土政策要重新檢討 那有關於農業要庫存一年的這個安全存量的事情 也是中央要做的決定 是 不是我們兩個局自己私相授受就可以解決的 但是你們要把這個意見 再透過各種與中央的會議 要清楚的表達出來 否則你永遠面對的就是違章工廠 然後違章工廠呢 又感覺好像是 違反了環保政策 違反了農業政策 如果他沒有一個徹底的檢討 那違章工廠他就是永遠越來越多 對不對 是正確 你也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些違章工廠 盡我的能力 我已經跟工業局跟經濟部部長都談過這些問題 那當然他們是中央的管理單位 我們地方上有什麼困難的地方 要給他們報備 那當然他們也知道我們地方非常辛苦 我也非常辛苦在找土地 合法的土地給我們的工業使用 那也找得很辛苦 但是我們一個一個來做 我們也不能天馬行空的說 一定要找一塊在空中的土地給他們用 所以我是在找 我找得很辛苦 好請坐 謝謝 來 蔡局長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花博啊辦完了 辦完了之後呢 我們記得之前 政府啊中央政府有要求我們要保留六億元 然後作為後續的規劃跟持續的營運使用 請問一下這六億元有沒有 請說明 好主席 謝謝李議員關心花博的那個 花博那個後營運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事實上我所了解 我也是從我們同事了解 原來農委會有規劃六億三年 一年兩億 但是呢 後來呢 我查了結果沒有這六億了 六億已經在原來發佈 他發包的時候 要求行政院也同意他們把這六億 在他發佈裡面一起發包 已經完成了 所以六億沒有了 沒有了 那後面的那個持續的營運怎麼辦 那結果未來 發佈辦公室這部分怎麼樣來規劃 好那我現在請問你 那現在那些展館現在要做什麼用 那我農業局負責的就是外埔園區 對 外埔園區我澳零年明年三月要辦國際攬展 是 那辦完國際攬展以後 我們會採取出餐的這種方案 委外來經營農業觀光工廠 跟農業食品工廠 你就是把它委外出去 然後以後就不干我們台中市的事了 是因為委外出去的話 他比較能夠出去地方經濟發展 而且比較有經營效力 那現在我問你 發佈剛剛結束 從結束到現在 那些展館在幹什麼 目前展館是在側館 還在側館中 什麼叫側館 拆掉 原來的部長的東西 要全部廁止 裡面要空的留下來 空的留下來 什麼時候要側館 有合約規定法 這個齁 本來齁 我請教一下 我們號稱這個叫做永久館 結果一個月過去了 永久也不永久了 永久館它留下來 是裡面的部長 所以嘛 永久館的意思就是 那個東西通通拆掉 就變成一個空的養蚊子 是不是 一眼可能沒有了解 它這個永久館是指 它外面的那個場館是永久的 裡面部長是不同的 這個 你再胡說八道 永久館的意思就是 這個館活動 雖然結束了 它裡頭持續還要有各種的 展出的東西 好 謝謝 謝謝李中議員 這下有 陳世改議員 林德宇議員 以及黃守達議員 人有質詢 好 農業局蔡局長 早上的時候我們施智昌議員 其實有跟你提問過啦 關於最近 就是那個山東壽光 這個國際菜博會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 這一次的參展真的是很可惜 因為山東壽光雖然並不是一線城市 並不是一個大城市 那它本身在中國 它算是一個溫帶蔬果的一個重點 那甚至像這個蔡博會本身 蔬菜博覽會啦 中國也是從2000年之後 就是每年的舉辦一直到今天 然後所以 這一次的成效 我相信局長自己應該不滿意啦 包括早上也有提過嘛 事後農業局也有發一個新聞稿 去做解釋和澄清 然後裡面有提到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 代表局長 我們的農業局真的有在檢討 裡面有一點是提到 我們市場評估 做得不夠周全 做得不夠詳實 對吧 我這應該沒有誤讀農業局 你們發出來的新聞稿嘛 好 OK 那今天我們 我們站在這裡其實就是希望能夠去檢討 去反省去改進 今天 如果明年 我們要再參加一次 山東壽光的這個國際菜博會 我們記取這個市場評估不周的這個教訓 想要請問一下我們局長 我們現在對於山東壽光這樣子的市場 我們用了血淋淋的教訓 我們親自走過一趟 我們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我們現在對這裡的評估狀況是怎麼樣子 我們要如何去避免再發生這樣子的問題 來請局長簡單說明一下 好 謝謝黃議員關心這個 在中國大陸山東壽光的這些菜博會 什麼叫蔬菜博染會 事實上什麼議員剛剛提的 他是全中國唯一的蔬菜博染會 沒關係局長就直接講 我們要怎麼把我們的台中的蔬果賣到山東去 賣到東國去 其實任何一個有未來市場潛力的地方 包括他的人口結構 還有他的經濟的發展 如果他是高 好OK沒關係局長 我就更簡單一點好了 我能更簡單一點 如果明年我們要再參加這菜博會 我們要帶什麼樣的農產品過去 什麼樣的農產品 台中的農產品 帶到山東會是有競爭力的 不用全部列舉 你給我三項就好 三項 我們台中農民才可以做準備啊 其實我們評估結果認為 我們亞洲帶的 熱帶的農產品 都有在那邊應該有市場 因為他是溫帶地區 所以我們跟他的 我們不要三項 三項可能對局長來說也太多 一項 我們明年我們前進山東壽光 蔡博會 我們準備一項農產品就好 是什麼 如果我們只準備一項的話 我們要在那邊大賣特賣 我們的冷凍荔枝有機會 冷凍荔枝有機會 還有我們蜂蜜也有機會 蜂蜜也有機會 蜂蜜也有機會 冷凍荔枝和農眼蜂蜜有機會 其實我們的烏龍茶也有機會 好三項了 湊足三項了 冷凍荔枝 然後農眼蜂蜜 農眼蜂蜜 還有烏龍茶 有機會 好 那 局長請你務必 勞記在一起 因為這是用 我們血淋淋的教訓換來的 一個心得 一個成果 那在這裡也要請教啦 我們農業局 我們都說要推外銷嘛 一直以來都說要推外銷嘛 早上年有提到 我們有三億元的目標 那目前負責外銷業務 做市場評估的 是農業局的哪一個科試 我們的運銷加工科 OK好 運銷加工科 那運銷加工科 裡面有多少位同仁 我們目前應該有 八位 有二十位同仁 二十位同仁 OK好 我看網路上資料也差不多啦 那裡面有個外銷股 有幾位同仁 外銷股 運銷加工科裡面的外銷股 我們裡面有三個股嘛 一個是內銷 一個是外銷 一個是外銷 一個是加工嘛 那外銷股多少人 那外銷股應該有五六位吧 五六位 OK好 那我們五六位同仁 要怎麼去負責 未來像是這樣子 非常龐大的這種市場評估的作業 我們要怎麼去做到這件事情 當然市場評估 現在很多網路都可以收集嘛 然後中央那邊農委會 因為他們也有國際處 也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資訊 好OK 那局長代表 上一次喔 我在那個專案報告的時候 我的質詢 你真的有放在心上啦 沒有錯 農委會有國際處 其實之前已經提過嘛 我們要拼農業外銷 農產外銷 我們要靠的是國家 外貿協會也可以提供資訊 對沒錯 OK 那今天我們台中市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我們負責農產外銷 的這個市場評估單位 可能只有五六個的人力 那這一定是不夠的 這沒關係 我了解這一定不夠 但真正的重點是 真正的重點是 當我們資源不夠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求助 我們要怎麼把各個夥伴納入進來 一起來同心協力 來拼農產外銷 剛剛局長你講的沒有錯 農產外銷 一定要靠國家隊 國家隊靠什麼 就靠我們農委會 以及農委會的各種合作夥伴 包括底下的國際處 包括你剛剛提到的外貿協會 那這些東西 未來都應該要成為 農委會的協力對象 農業局的協力對象 所以這裡要請局長 蔡局長 記取我們這一次 山東壽光蔡博會的教訓 記取這一次教訓 明年 明年我們還會不會再去一次 局長 我會評估啊 會評估 我們好好評估 但是明年 我們未來推動任何農產外銷的時候 請一定要記得 我們有農委會 我們有農委會在那邊 我們的國家隊已經準備好了 不要把他們放在那邊浪費 我們應該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 一起來為台中拼農場外銷 以上 農委局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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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繼續 蔡局長 我要接著這個黃議員的這個問題 我想任何的這個農產的這個行銷 或是這個通路 不是一朝一夕啦 也不是誰主政當台中市市長 就會增加什麼新的 一時一刻增加的啦 只要是這個在商延商 如果我們的品項優質 如果有打入對方市場 其實這個貿易上 他們本來就會做這一些 有關外銷通路 以及這一個整備的工作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為什麼這次會市場評估不足 是不是有什麼 上位的指導期交代說 這一團就一定要去 不去不行 有沒有這樣子 不然為什麼 局長你也是專家 你也在這個 我們農產行銷這裡面 你也那麼多年啊 那怎麼會有這樣子 自己局長自己說 因為我們市場評估不足 局長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有沒有上位指導期 有沒有黑手說交代你 一定要這一團一定要辦 保委員 這個跟什麼水都沒有關係 是我決定的 因為我認為山東 他有一億多人口 他的公民所得一萬三千美元 我認為他有市場 他有機會 所以我們就是有機會 我們就要去開發 只是這樣子 如果能夠釣到一條大魚 我想也就夠分了 所以你這次開多少錢 你開多少錢 應該是70萬左右 補助他們的運費跟計票 你給我的資料是83萬 83萬 你現在沒有釣到大魚啊 所以這一次 這一次 你消了兩百多萬 消了兩百多萬 消了兩百多萬 消了兩百多萬是你過去的 重點是我們後續 釣大魚的定義 是後續的 訂單後續的 你出去的 你不賣 難道還要再運回來嗎 所以我想剛剛首台議員 講得很清楚 我希望說這些東西 市場機制 就讓他繼續維持 拜託 謝謝 蔡局長 感謝你 謝謝 來我想請教一下這個 金發局高局長 我們在這一個 市場換人空氣換星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空氣的品質 能夠變好 那我知道在我們過去金發局 我們有編列一條啊 這一個 藍煤藍油的這個鍋爐啊 改用這一個天然氣的 106 107都有用這個 空污基金的預算 3000萬下去做 那為什麼108年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子 是因為這項工作 想要停止了嗎 是不是可以請高局長說明 這個並沒有停止啊 至少我知道我自己工廠 也在改善用這個東西 但是你108年的補助要點 我們到現在已經5月了啊 你們還在說研議中啊 那是為什麼要研議 是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你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嗎 那個基金剛剛通過 剛剛通過 希望啦齁 2000萬的基金 我希望啦齁 這件事情 這個那麼重要的工作 這也是之前佳龍市長 在這一個可窮盡的方法 裡面它去想到的 這個不要去 不要去因為這樣子 去把它停下來啦 會 雖然這個趕快 已經確認了 預算已經匡列下來 就趕快下去執行齁 那局長 我請教你一下 你知道台中市的這個 再生能源的這個 產業 大概是一個分佈的狀況 大概是怎樣 您清楚嗎 您過去在您的 業界實務經驗裡面 有接觸過嗎 我們過去在我經營的 體系裡面 沒有接觸這個再生能源 所以你對這個包括太陽光電 包括風電 包括離岸風電 你比較陌生就對了 但是我上任之後 我也略知一二 略知一二齁 那我們台中港 有什麼樣的機會啊 台中港它不是一個風電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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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工廠 那我們知道有一個叫 瑞典公司來的 它也在裡面有工廠 它是製造工廠 但是它的 它的場域是在彰化外海 那個 John 賣啦 臥序啦 Denmark Denmark 有過去跟你有一些交換意見 是是是 Denmark 這樣子啦 它的這個 主張的產業 還是會在台中港 是 以這個2021 前 大概就光臥序 臥序公司 他們的相關的 就會有上千名的工程人員 所以我想說剛剛 局長你也很 也直接講嘛 你對這一塊比較不熟悉 但是這個 包括上 上個前幾天 勞工局我也跟他要求啦 相關的 產業勞工需求 也要去了解啊 那你們的這個 專案報告裡面 你也寫得很清楚啊 台中港要發展成 離岸風電的這個 產業專區啊 所以我想 回應到我剛剛講的 招商引資 招商引資 其實工作 很多很雜 那你們應該要把 確定的投資標的 要標的出來 不是在那邊 每天在那邊 台中富士山啊 那跟大家在那邊 喊口號就沒有用嘛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再請局長這邊 我們針對這個 產業需求 包括去年前年 都有跟這個 包括歐洲 已經發展 離岸風電 非常成熟的廠商 我們有很深度的 一個交流會 我到 新發局的這個工作 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 是停下來了嗎 沒有跟 跟一座報告 其實後面還有兩家 我們本土的公司 也要進駐這個 廠區 我正在做串聯的動作 跟港務公司總經理 正在談事情 那當然這個 還沒有成案 但是我在招商引資的 這一塊 風電它要進來 還有那個叫做 天然氣公司 也要進來 都在港區裡面 所以這個就回應到 剛剛首達議員講的啦 我們農業要有 國家隊 要有台灣隊 包括我們離岸風電 我們也是希望 要有台灣隊啊 包括中鋼的這個角色 包括台船的角色 包括港務公司 其實離岸風機的 這個零組件 國產化 加會的是什麼 加會的是我們 在地的就業機會 所以之前 我跟勞工局也講 那今天來了 這一個產業端 要特別麻煩高局長 這個部分 雖然你過去比較陌生 但是你確實也有做功課 這個我知道啦 是不是 再加強一下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 請我們楊副市長 也來幫我們做一個統合 因為我之前有要求嘛 我們的綠能的這個推動 要到府一層啊 所以看起來 目前這個部分 還沒達標 再請楊副市長 是不是可以來加強一下 謝謝 請副市長說明 我想盧市長的方向呢 就是希望在綠能方面 怎麼樣可以加強 那同時我們也 在積極ING的進行室當中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相關配套 我也非常感謝 在全世界裡頭 有很多好的廠商 陸續都到市府來 大家在做溝通 那很多的商會 特別是歐洲商會 美洲商會 他們都積極以往在堆岸 現在都希望設在 我們的中部地區台中市 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 謝謝副市長 好 接下來我請教一下 財政局羅局長 我請教一下 齁 我們台中市的這一個 公債齁 什麼時候破簽的 破簽應該是105年 105年嘛齁 這一個 破簽這件事情 就你財政紀律上 就你業務範圍上 你覺得這是好事還是 這是不好的 好 好 我們大概都很理解 這個 這個奢戒這件事情 或是負債這件事情 其實是為了彌補 稅路跟稅出之間的差距 債留子孫還是債留建設 對 對不起 那個義洲讓我 把剛剛的話說完 您剛剛問到一個很key point 就是說 你從財務的角度 我們從財務的角度來看 它的確是個負債 可是如果這個負債 還是用在具有職場性 還有對整個城市的發展 有幫助的資本們的話 那這個其實就不見得 所以嘛 持平嘛 持平來看嘛對不對 對 債留建設的話 持平來看 好謝謝 以上是陳世凱議員 林德宜議員 以及黃首達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由鄭公敬議員 楊典宗議員 賴教會三位議員 您的質詢 好 謝謝主席 我們養護市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局長 處長 記者 媒體 神心 秀者 議員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們本身想要 簽對說 我們的 民生問題 人家說民以時為天 我們就 政治兼說過 民生問題多說過 秀先生 副市長 我要感謝你 今年 過年前 我有辦一個街友 圍爐 你有來參加 百三地都街友 台中心 請人客 租人 沒有人客 只有我 那些街友 不知道要怎麼回來 也需要民意代表 拋磚引益 過年時候 包一個紅包 也要感謝 農業局長 專工 這樣 剛才一年而已 送 伊蘇林 送 兩千六百個的五國 讓街友 一人兩人 大家 很感心 所以說 我們局長 你這樣 行善之家 我會幫你報答 這四年 我雖然民進黨 但我覺得 你對街友 那種 慷慨的人 我一定要好好地 在議會 你到副市長 楊副市長 對到街友的 中心 在這裡 大家感謝 再來 就是 我要請問副市長 你最近 有去 走我們的 民生 公有市場 和民有市場 簡單回答一下 剛好 我們禮拜一天 我的大菜上去 對 我們都做民意代表 我相信 如果買了 那關鍵 你幾個 幾個禮拜都會去菜市 我是上個禮拜天 前天才去 你是 去的目的是什麼 去看看 到底經濟好嗎 去 在那裡去經濟好 再來 因為 爆個料 我小時候就在 合作市場長大 合作市場 在我們那裡 長褲 有 這樣 我請問你請坐 本來就是說 我們 盧市長 他有 什麼 三間鎌馬店 就是說 政店 後槍 台中港 富士山 台中 富士山 就是沒有去說到 民生 他的 市政報告 我就沒有去看他 沿對 公有的市場 民有的市場 要怎麼發展 本來是要請教你 沿對 東南區 有規則 公有市場 有規則 民有市場 有多少 我們市政府 有跟 民有市場 立立議 說管理 有多少 市政府 沒有把民有市場 立立要管理 經常做生 非在理 你哭哭的 沒有介入去 說 輔助 這些民有市場 有多少 是不是 你如果知道 你可以簡單 跟文學說一下 你如果不知道 你後面那時候 來 跟文學回答 尖對 我們的 陳華市長 東南區 就好了 現在目前 有規則公有的市場 公有的建國市場 你說的 合作市場 那些都 建國市場 那些都 那些都 現在都 用的 變為了 來 教長 你 沿對 公有的市場 我們現在市政府 出席 有的資料 有幾組 中區有建國市場 合作市場 南區有第三市場 中區有第二市場 東南區 就好了 東南區就是 三間 後面 民有 民有是 大支市場 新高市場 建新市場 復興市場 好 啊 多少沒有你營業的 你知道嗎 現在市場的 市場的 那個 對 當然我知道 都已經 去 新的行業 取代了 但是 一個 山市 齁 蔡其樂 有那個媽媽的味道 我是覺得很溫馨 的啦 也會帶動 附近的發展 啊 你現在 把本色 打扮一下就是說 東南區 現有 沒有你營業的 公有市場 你們有什麼 打扮 啊 有幾座 東南區 現在 都要在做 沒有那個 關起來 沒有那個 沒有做的 這樣你就親自給我營業 大家說 街六行 那個建新市場 那在哪裡 你知道嗎 那個 完全都沒有那個 東西 現在 我跟你說 民有的市場 齁 村有定期的就是 我等一下會放片給你看 你看 村台地 齁 跟我們這個 學生路 國公路 各 民生市場 啊 這兩個第一個 題目 都沒有辦法 做市場 所以說 你都沒有把 立立 管理啊 這也很危險 齁 啊 啊 再來喔 民有市場 還沒有定期 還現在你營業 也沒有辦法管理啊 啊 有幾座 民有市場 沒有定期的 現在你營業 要不要 自己這裏 民有市場 我管不住 管不住 你是不是 人 人力不足嘛 對不對 不是 啊 啊 你要想 萬一說 看要把他們分開 萬一 都到 揮手 像說我等一下 放那邊給你看 很多 八個市場 沒定期 啊 現在都成立好感 啊 啊 這是不是未來 一個 公共安全 的營養 菜市場是人 客到 啊 他的題目 都不是市場用題 你們當然也管理不到 這是重點 對啊 我們管不到 沒辦法去管 你們現在清查起來 你們手機 的資料 未來說 事實上 好啦 本社現在先 放一個音樂片給你看 那個 總公司 有一張你看一下 一張 這市場裡面 都差不多三二行 兩邊 一邊 一邊 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燒機 都在建築物的中心店 啊 裡面的家屬 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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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還有 等一下還有一間 電線綽合 這要是 台鐵皮屋搭建的店面 開始燃燒 由於火在現場 有不少小吃攤販 囤積使用油等 易燃物 火勢一發 不可收拾 我們是不是要 未雨抽毛 這燒起來都很大 因為裡面都會 水燒到油 燒到 豬股的麥 奧吉祖堂裡面 對不對 這都日式 如果晚上就會 電線走火 這要怎麼 要怎麼撲去 這個人趕往現場 來搶救 通葬了九個 鄰近分隊 是原水車 這高雄 三三個小時之內 把湖是被控制住 還做不成果原因 跟採水 還有火藥間 是人員在查證 還好現場是 沒有人能上網 可以看到民眾 不斷的驚呼 急著打119 這台地市場 四點 我整個燃燃燃 一半 所以大家也都心裡如分 我數百零 你看 現在要兩天要去撲 大火之中的電線走火 發出TB 啪啪的這個爆炸聲響 對不對 總共 那個 佛智英傅 我幫你報告比較快 一百零七年齁 民友的市場 有四位 都收起來 都很嚴重 一百零八年 有八位 都會喔 總共只有地地一年一倍 啊 這是不是你能聽到說 我們的 進化局局長 頭剛才說的 無法可管 啊 我一直強調 那菜市場裡面 都是三米香 兩邊店民 啊 萬不雲 那些人在買菜的中心店 我們燒起來 十堆無法走 啊 是不是麻煩說 局長你 說 把本事 看說 未來 你清早出來 是不是 有一個法 好去幫他們扶刀 還是說 叫他們強制一點 要補 灰險嗎 根據做報告 因為我們管理的是公有市場 公有市場 我們都有消防栓 跟我們的滅火器 我們的消防要通過檢驗 這我知道啦 沒有市場 我放給你看 就是 本事要跟你看 就是說 我們現在民營的 只有東南區 就有三十住了 三十住 有十八個 已經自生自滅了 從十二的 這十二的生理好到 十二的裡面 只有三個 在你們市政府有定期而已 啊 本事也都 帶局長去現場 包括去民生市長 看說 那電線已經 四十年以上了 啊 要怎麼說 改割 跟他們辦做 單位 或是說市場 管理庫 齁 重點 一定要負責嘛 你包括第三市場 你們公有的 是 那已經一百 兩年了 對不對 那市場地 到市場地 那根本 尤其是不可以走 本事已經說四年了 那內地 九個 第三市場內地那個電線 快點 想辦法去改 改 去做一家總體檢 也要不去 只有四年 只要去第三市場改選了一片所 府市長 我覺得這是老百姓 齁 最重要 每一天早上都要去的菜市場 我們一定要去關心,不要讓它灰災一年一年一直加 因為你今年光說公義委市民管理,建築費用,只有一千四百 空九萬 民營跟公義委去公用這裡,你們三個都放在公義委 你們的機械設備維護到一千空七八萬 副市民,我是覺得你要收入盤點 來成立一個公共意外責任選 我非常感謝定議員,鄭議員你對這個議題的提出 我臉部有一點比較凝重的說,我雖然就在你的區域 合作新春三十六個一間菜市場 那小時候跟著爸爸媽媽到各個市場去走 尤其讓我知道,我想到國中的時候三六個市場 發揮起來的灰燼下車 實在說真的很恐怖 所以當然因為公有的部分呢,我們一定依仿來協助 來編列預算 那民有的部分坦白講到目前我們是沒有預算 因為他是民意的 民間的 所以只要是人民有危害到人民 安全的問題 我們願意 願意 來好好來跟,因為這個市場都有這個官吏 這個委員會 大家好好來討論 像你剛才說的這電纜一定很久,很怕去打 重點喔 你如果說要好好改善 我希望說本色在頂上一次 就提出說 我們的市場 管理處 一定要緊生立 市場管理處 我們來認議啦 因為現在 政科長,政科長,我頂尾期我就跟你說 你要一緊的 研議 給我們的市場管理處 因為 不劃局 也還有幾兩的處 建設局也還有幾兩的處 只要你們進化局 我們最看的 所有的菜市場都你們管的 啊你 現在 來富士長,我問問給你聽 市場管理庫有多少人在管理這些市場 政科長,我相信今天有建國自己的誕生 你是第一大公信 啊我也希望說你能夠積極跟你們 新的局長說 市場管理處 市場管理處 快要成立 還有一個市場 發展基金 富士長 這兩的要緊去用 不然不然像第2次的 揮手 市場 泡族 複雜 整個 中正路 中山路 燒17點 前 你就飛去 好嗎 富士長 局長 你要解釋一下 今年可以看到你的市場 發展處可以成立嗎 跟議長報告 因為這個市場 公有市場是我們管理 沒有市場不是我們管理 但是是都發局管理他的建築物 我們跟都發局會合來處理這些問題 拜託啦 好嗎 比較快 那個 中校夜市 副市長 有一個路口印象要趕去做 是是 瞭解 我瞭解 中後路是台東市 三大 市那一人 要用 末路 那是加在說 要有中原大學 學生在那裡 在社會 不然就真的會發 監督會 好 謝謝 鄭公斤議員 那接著由 謝志忠議員 張議員議員 兩位聯合質詢 好謝謝 謝謝主席 張議員 鄭公斤 謝志忠聯合質詢 15分鐘的時間 來和農業局長探討 局長是以前的 局長 後續當料再回國啦 第一件事情還是恭喜啦 恭喜你再回來這個地方 局長 15分鐘的時間 和你探討一下 這個 我們這些毛小孩 流浪貓 流浪狗 的處理方式 現在 你跟人先告訴我 我們台東市民眾 請人回到 哪裡有流浪貓 哪裡有流浪狗 之後 我們的處理程序跟處理方法 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請局長說明 好謝謝 謝議員 謝謝 謝議員關心流浪貓 兩難保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現在對流浪 流浪狗的捕捉問題 是採用比較精準的 有民眾反應 就是說有一些狗比較兇猛 或者他會追人的 那我們就優先派人去把他捕捕 又捕 或者捕捉 簡單講這個叫精準捕殺 對人會比較有威脅性的 再來呢 捕捉以後我們就 先解憶 把他解憶 如果他 就 換回他原來地區 因為他已經不會生意了 而且他 已經個性也比較溫和了 這部分 有一部分有問題我們就收容 在收容所 動物的收容所裡面 現在到底 現在到底可不可以撲殺 現在不能撲殺 零撲殺 零撲殺 那安二死呢 蛤 那安二死呢 安二死也不行 安二死也不行 有疾病的 有疾病的 這個評估 我們的評估小組 評估他沒有辦法 醫治的 醫療 救治的 那這部分評估小組 這樣的一個程序 SOP程序 來做 才做安二死 現在是零撲殺啦 那安二死應該有一些狀況可以安二死啦 有一個狀況 有幾項 就是他 沒有辦法 他得到 他有七項啦 他得到重疾病 沒關係啦 大家有七項啦 動物保護法在民國87年開始發布啦 那發布的過程當中 大概慢慢的進步慢慢的修改 大概在 兩年前 2017年 二月 正式在修改啦 修改的最主要的精神 其實就是 零撲殺啦 零撲殺啦 那如果你仔細算一算 零撲殺到現在 今年的二月是滿兩年 所以現在應該超過兩年 當然正式在走的過程當中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多多少少都會修正啦 所以簡單講 如果按照現行的法令來講 現在應該叫做零撲殺啦 然後現在應該是叫做有條件依法的安樂死啦 農業有七個條件啦 所以說這是大概整體的 整體的整個我們對 這個流浪貓 流浪狗的處理的辦法啦 那局長我現在 根據 行政院農委會動物保護的資訊網 這是全國的 全國的處理都在那時候 現在是2018年的3月份 2018年3月份裡面其實有些資料有數據 我透過這個機會跟局長探討一下 第一件事 在面臨下 我們可收容動物最大值 我們台中市是500啦 在六都裡面 可收容數我們是可收容數最少 這你怎麼知道 我們雲山收容數是可以收容500支 厚里那邊 將來 扣結完成 也可以收容500支 所以我們會達到1000支的規模 所以 還在新建啦 還在改建嘛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明年二月就完成 明年二月就完成啦 我們只能就現在的數字來討論 這個數字也是農委會全國的數字 我們想我們就跟六都比較就好啦 在你 100公佩尼 就是今年3月的份 你還有一個 你現在收容多少 局長你知道嗎 現在 現在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現在我們收容3000支 我們現在收了3000支 後面要不要人跟你打PASS 我們可收容最多就500 你還告訴我3000 我們現在多少他都有說過 我們一年補抓3000支啦 對啦 你補抓之後有放回去有任養啦 500支以下啦 500支以下啦 這個數量委託代行 一百六都在家你敢知道 這個是不是我們動保處長 郵同仁知道的可以講沒有關係 局長 你如果說那新的局長我就讓他們叫動保處長說啦 你這個回潮的應該是老經驗的什麼都知道 委託代行是什麼 委託代行 對 別的縣市通面的時候我們有 動保團體 動保團體來 講大聲點 你打PASS小孩我講得啦 就政策討論嘛 沒關係啦 接受啦 委託 動保團體他們來做一些代行的工作 委託他們動保團體來做 有沒有給他們錢 我給他錢 別的縣市都沒有 只有我們有 這個我就有 沒關係 我們有下來指引講你再給我資料啦 但是 依人到依法人到我們的任養 來到任養了 我們收留了3000多之後 開始要叫他任養了吧 我們的任養率是六都最低 局長你知道嗎 我們的任養率是六都最低喔 這個應該要去努力吧 我現在動保處要加強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現在來講我們任養率是六都最低 我們今天有什麼樣的計劃 來讓市民增加任養率呢 目前 你講得出來的 你告訴我 如何讓市民 增加任養率呢 增加任養率也可以降低 我們收容所的負擔的壓力啦 我們會加強收容動物的信念 讓他變得更可愛一點 跟人更親近一點 好 局長 讓我們再演養他 這超像的啦 你這樣講我就知道 你要賣金物要不準備好了 回去研究一下 你要告訴我們 起碼我們三個啦 告訴我 如何有效的提高市民的任養率 這第一個 我們會來 請董寶書來 好 一個禮拜內提供給我們計劃 如何提高市民的任養率 再來 我還有一個 我就看不到 依法人道處理 依法人道處理的數字 依法人道處理 依法安樂時啦 簡單說 在3月份的時候 有8支 其他的都是 其他的像台北 新北台南高雄 六度全部都是0支 有我們8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再來 在鎖內死亡的 鎖內死亡的 有64 還是最高 所以簡單講 我用108年 108年啦 他每個月都有數字喔 108年的1月份 被認養率 19% 六度最低 在鎖內死亡數的 就是這裡啦 不是安樂時的喔 不是依法安樂時的喔 依法人道處的 你們是 一月份是兩支 六度其他是0喔 但是你們在鎖內死亡數 66隻 鎖內死亡率10%最高 其他的我唸給你聽 他們的都 3% 4% 5% 這1月份 2月份呢 被認養率21% 6度最低 依法人道處 8最高 鎖內死亡數69 佔11% 其他的我唸給你聽 新北市3% 台北市4% 台南市5% 高雄市3% 桃園市2% 他們都2% 3% 7% 5% 我們會11% 那在108年2月份的時候 一樣 認養率13%最低 依法人道處10% 又是最多的其他都是0 那在鎖內死亡數61 高達11% 也是最高 這是 108年 就是你再回來當局長之後 108年我還沒來 民國108不是2018 108年 108月 現在幾年 現在一年啦 你就是明年要求金票 副市長 你明年要求金嗎 108是不是你上任 是啦 108年3月是不是你當局長 是啦 還是現在這個 所以108年1月2月3月 我剛才念的都是你上任的數字 好 又檢討 所以簡單講 在你上任的這3月份裡面 簡單講 被認養率6度最低 簡單講 在鎖內死亡的狗 的那個動物數是最多 死亡率也是最高 通通是6度最高 再嚴謹一下吧 我們再用年度來算 103年 你要想好 103年你敢有做局長 我先給你問好 等你講不是你 103年是不是 100到103 是喔 所以103是你喔 所以不跟你亂掉了 103年 人道數 3,800 那 3,830 人道 人道處理數3,830 那就是 那個是在 所謂的動物法修正2017年2月之前喔 所以 殺了多少 3,830 很多耶 那鎖內死亡數306 鎖內104 104就不是你啦 104 好好好 104 那104呢 人道處理數多少 從你的38 降到1141 鎖內死亡數346 105 再降到301 鎖內死亡數394 106 106 變成82 但是鎖內死亡數 提升到677 都是最高的 那107年 就是去年啦 這也不是你做就對了 医法人道處理數24 在鎖內的死亡數 721 高達10% 還是最高 所以局長 這個是行政院農委會的數字的資料 整理的這些資料裡面 其實我們都知道 兩年前我們大概 從動保法修正之後 2017的2月開始 老小孩我們現在就是零撲殺 但是呢我們整理了 從你當 103年當局長 一直到104567 雖然他撲殺的數字在下降 但是在你當局長 108年的1月 2月3月4月我還沒看到資料裡面 奇怪了 任兩率都是6都最低 人道處理數 都是最高 然後 他的死亡數 跟死亡率 通通是6都最高 人道 要叫大家去任養 我們是最低啦 然後呢人道處理數 最多的時候 其實是你第一次 103年 你還在當局長的時候 3800 是最多了 雖然開始一直降 過去4年一直在降 但是到現在 還是最多的 那 死亡率 還是最高的 而且跟6都的數字其實 相差都很大 所以 這個動物之家 在台中 危險 這目前看起來 我們這些毛小孩 送進去 我們台中動物之家之後 就數字來講 很危險 再下一個時間交給張淵源 謝謝 蔡局長 我們 知道我們工區的 太平區的 你也是農業的專家 剛才我們謝志仲 謝議員說的 所以本時要在這裡強烈建議 毛小孩 林菩薩 我們要有完善的動物之家 不管是他的土地 還是他的環境 甚至 金錢的部分 希望能夠一致到位 齁 蔡局長 沒關係 接下來有鄭空軍政議員 我要請問 我們的農業局長 台中市有幾座 毛小孩公園 寵物公園 目前台中市 動保處有兩處 在哪裡 一個是在文山 一個在厚里 一個在厚里 台中市呢 舊台中市 八個行券 區裡面 都會有工 我告訴你 趕快 在我們建國市 新的對面 這個全員 寵物公園 公園裡面 現在 山津要來了 後來就要來了 啊你來 你也去 視察一下 那好像去吃工 副市長 我們對毛小孩 那像一個大型 寵物 四大圓片 圍起來 小型寵物 四大圓片 圍起來 那裡面 兩腳 粉塑湯 一個水座頭 連一張 就沒有 你說不要去改善一下 好啊副市長 欸 局長你說什麼 那種建設叫管的 不是都叫管的 他這名就是 全員寵物公園啊 你要去跟他們那個配合啊 啊寵物就是你們啊 對不對 拜託的啦 那個副市長 聯合一下 啊我又要麻煩說 我們 建國市長有一個叫 五金 齁 雞 就是說自由路 五金 五金街齁 現在已經 算去一桌了 啊他可以說 他可以說 市政府 我們的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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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結合台灣五金站 讓他們有一個比較大的世界上的通路 幫他們補助、協助、輔助 讓他們快進入軌道去一個新的環境 真的很難經營 好謝謝 以上是謝時鐘議員、張議員議員 以及鄭公金議員連的執行 接下來由張耀乃倫議員、蘇博馨議員、吳瓊華議員 以及張靜芬議員、世衛議員聯合執行 時間45分鐘 謝謝主席 大家午安 鄭公金議員你要做會嗎 我看你的理念有越來越接近我們的感覺 要做會執行嗎 我想 這個昨天我們張靜芬議員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的盧市長上任大概快五個月了 大概五個月了 那大家其實都非常期待這個新政府上任 有一番作為 所以 會覺得說 麥姬大家已經要把這個五個月 動作這個四年進展的這些工作 都要趕快做好 所以有很多同仁其實對於在場所有的一級主管 有很大的期許 所以本席要在這個地方 真的要好好來建議我們在場所有的一級主管 屬於你們各單位的業務 請你們一定要好好的認清 那其他的議員同仁如果有疑問在詢問的時候 也拜託請好好的解釋 簡單簡潔 講完我們的同仁知道 好比有很多過去的政策 為什麼突然不施行了 到底是不是 我想我們的盧市長沒有這麼大的能耐跟本事 什麼政策就一定要什麼逢隆必凡 我想這應該是不可能 過去這四年這些政策 大家在技術圈裡面都有來論述 是不是實施的過程 有不好或是這個效果不好不周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用這個地方 我們的一級主管應該是要好好說明 來給我們的議員同仁知道 可能有很多當然是新來 他不知道過去說他的這個效果 到底好還是不好 不過我想已經五個月了 我想在場所有主管應該要好好的 了解清楚 到底他的成效好不好 應該都要講給大家知道 不可以什麼事情 不可以我們府市長來做改稅 我們總是不可以把府市長 自己的這個扣堂 這樣帶來走 我想簡單解明如何讓我們的議員 同仁還有民眾來了解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請拜託大家上景發條 那我想今天我們有很多同仁有關心到這個綠能的問題 那本席也針對這個綠能 我們其實這個再下來 我們的用電高峰期又要到了 那配合我們蔡英文總統的 2025這個非核家園的目標 其實行政院中央有推出了許多這個綠能的政策 那包括這個太陽能發電還有我們風力發電等等 那其實我們台中市近幾年 一直飽受這個空氣空物的這個之苦 剛剛其實我們也有團體來澄清 那我們的中火最近幾年來都是火力全開的狀況 來支應全台灣或是北部的供電 本席真的很支持乾淨永續的能源 那也期盼我們中央我們的蔡總統的這個綠能政策 能趕快來可以取代我們這個中火電廠 燃煤發電的狀況降低我們燃煤造成空污的問題 不過本席發現這個中央所推的這個綠能政策 似乎有這個牛步化的這個感覺 那我想配合我們蔡總統的這個非核家園的這個目標 行政院其實在106年的十一院有推出這個綠能屋頂全民參與的這個行動計劃 那邀請全民一起打造綠能的家園 希望能夠在這個民眾臨出資政府臨補助的原則 透過地方政府臨選這個適當的廠商 那來協助民眾在自家的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的系統 那透過民間技術與資金引導全民來這個參與太陽光電設置的商業模式 那我想聽起來好像很複雜其實很簡單 其實就是說我們地方政府選出這個電商 那再由這個電商配合我們地方的這個住家來裝太陽能板 那完成之後電商保證收購二十年再回饋百分之十以上的這個 這個鈍購費率回饋金給民眾 那我想其實這個106年11月就開始在推的這個工作 在我們林嘉隆市長的時代其實就配合這個中央在我們地方推行喔 那示範的階段其實現在這個是在我們西屯跟南屯兩個區域來做這個綠能屋頂全民參與的這個兩個區域喔 那其實這個行動已經推了一年半了喔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到底西南屯有多少的民宅參與這個活動 來業務單位是哪一個 欸欸欸哪一個來回答一下西南屯到底有幾戶 公設供奉房設有180棟 來我要說民宅私人民宅西南屯的私人民宅到底有多少人來參與這個活動 不是公設的 局長不知道來科長 業務單位是誰主管的西南屯現在有多少民宅參與這項活動 趕快跟我回答 直接講就好不用稱呼 對 目前來講我們還在推動中 所以沒半徑齁 光光不是很好 所以沒半徑齁齁 來 這個 到底 幾徑都有 幾徑都有 幾徑都要在講也還沒裝也 對不對齁 那我想根據瞭解 這個台這個除了台中市哦 在這個示範區域 計畫區域內齁 包括雲林嘉義 台南屏東等縣市也有在推動這一項 政策哦 高盛 這一些縣市他們推動的狀況 又是什麼什麼樣子 是不是在陰寢這樣私愛難生對吧 不找找對吧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也不是说选蓝选绿还是什么状况 其实我们重宽其实刚刚我讲到 不管是嘉义云林台南屏东这些县制 包括我们过去的台中市都是我们跟蔡英文总统一样的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那相对来说他们在推动这项政策来讲一定会要非常积极 结果已经推动了一年半的时间 全部挂零不是说全部挂零 非常凄惨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中央的诱因是不是这么的薄弱 让这一项绿能政策整个破功 那其实本席也这个探讨了这一项计划的条件 其实这个以这个瓶数不算小的透天 来推估一下 假设屋顶的面积有30平的话 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大概有10千瓦对不对 然后呢以11%的顿费顿购率来回馈计算的话 其实民众大约一个月可以拿到600块的这个回馈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回馈条件 西南敦三年半 没有一个民宅要给你赠太阳能板 科长 我也知道你赞得很认真 我们这个遭遭的时候 西上有看到这个厂商一直在配合里长在地方做宣导 可是一年半已经过了 西南屯没有这个私人的民宅 要来配合你们做这个绿能屋顶的这一项政策 所以我们真的就开始来担心了 那我想西屯啊 有这么多的这个套体厨 西南敦过去其实套体厨很多 到底有多少套体厨 它的套体厨可以30平 给你来做使用 这是这个问题 我想在西屯寸土 新南屯寸土寸金的这个地方 跟套体厨30平 这个套体厨 最后都要2500万以上了 我想刘四周议员也在这个地方 在比较民众聚集商业活动聚集的地方 至少地平30平以上的透天厨 都要2500万起跳了 那这个透天 套体厨的这个年龄 其实我们这个五季四季 以及我们这个地方 套体厨大部分 它的屋龄都比较高了 那也不晓得说这个屋顶 可不可以承受你们这个太阳能板 发电系统的重量 这是第二个问题 再来 你们把人家的民宅啊 变成工厂 变成发电厂哦 然后呢 定期都要进进出出 来做这个发电系统的维护哦 那我不晓得说 这样是有什么民宅 要来给自己配合哦 要来做这样的太阳能板哦 那我看这个行政院经济部层强调哦 这一项绿能屋顶全民参与的 这一项计划哦 渴望在109年前哦 局长 109年离现在只剩下半年的时间哦 要在109年年底前啊 还有一年多时间啊 要额外增加出200万千瓦的 屋顶型太阳光电的目标 科长 您觉得有可能吗 可能跟不可能 你跟我回答一下 局长您觉得有可能吗 报告不可能 所以到目前为止哦 台中啊 这个恐怕只有万分之一 或万分之二的装置容量哦 甚至是挂零哦 零啊 然后我想这个能源政策哦 是这个牵涉到这个国安的问题哦 那我们还是再度强调 我们这个支持干净哦 的能源哦 永续的能源 能源哦 那 但是我们也要强烈要求 我们八月 大家还记得去年八月十五号哦 这个大跳电的状况哦 记忆还在哦 那本市也不晓得说 再下来这几个月都是用电的高峰期哦 那市政府 在这个绿能的推动 配合我们中央的政策来看 结果近乎是真的挂鸭蛋的状况下 未来 我们台中市的能源政策 到底该怎么办哦 所以 金发局这个地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适当的管道来告知我们的中央政府 你们在推动这项政策 所遇到至暗难行的状况 局长 你们要不要来告知我们中央政府 说我们地方真的有遇到这样子 不能 这不好来推行的状况 我们是有管道告知中央的 有管道那中央采不采纳 采纳吗 中央还是觉得继续烧中火 火力全开 然后电载送往北送这样子 局长你请坐 谢谢 我想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金发局 承接这项业务要让中央 好好看出这个贞结所在 那也要让中央 也要充分跟中央 这个建议推动这一间 这个政策 到底有没有其他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我想我们还是希望台中人不要继续用肺发电 那赶快推动其他的这些绿能政策 那我想其他的时间我们再交给吴崇华议员 谢谢 各位午安 这个时间真的很容易疲倦 还是要讲一下 讲个笑话 陈正贤议员 你笑话赶快 哇 好 我想请问一下早上 也有议员关心肉品市场 那我想请问一下 局长原本规划迁移到乌日肉品市场的这个案件 是不是已经有请都发局 撤回这一个变更乌日都市计划 这一个通盘检讨的案件 然后也已经跟这个开辟作为肉品市场 没有关系了 确定吗 乌日撤回是确定的 是确定嘛 这个都市计划送了嘛 也确定撤了嘛 所以这个用地已经没有相关开辟这个肉品市场的需求 维持原来的体育场用地嘛 是吗 是的 好 那我请问你 那早上议员关心的 现在当地的北区都市计划变更过了吗 都市计划变更过了 现在的肉品市场 过了 过了嘛 所以过了其实也不会影响到 之后规划的一些不影响之前的开辟啦 是这样子吧 过了是 对 所以 乌日 其实我们乌日还是很有 开发的一些潜能 很多的用途 所以在这边 我想 在乌日新南地区的发展 它的潜在优势 不过因为 临时厂登的关系 好像只到明年6月嘛 是吗 6月1号到期 6月1号就到期了 所以一些群聚区的 这些没有登记的工厂 那也只能采用新的 你们讲的新的都市计划 这个开发产业园区的方式来处理 是不是 这个是牵涉到立法院还没有立法完成 立法完成之后我们依法来处理事情 那临时登记或者非登这个我们会有辅导办法 辅导办法 所谓的辅导办法是这个吗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之前我问了都发局 然后他好像不是很清楚 你帮我 转第一张照片好不好 局长有看到吗 看得到吗 看得到清楚 对原本好像因为在业务报告的时候有一个计划 是有这一个特定区 你讲的是这个吗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用明年是吗 有这个方案吗 不是不是 不然这个是怎样 可是业务报告上面明明有写到 新的开发案 那个特定区 他说500公顷 原本500公顷 可能太大了 他说在这边 这个范围内 民国96年就开发是500公顷 那我们后来选择53公顷 对啊这个53公顷 也是在这个范围内吗 是在这个特定区内 对啊可是特定区内 你们怎么去选择是哪个部位 集中吗 还是分散 还是依据什么条件 环境来规划 什么跟地方讨论出来的 还没有吗 还没有 这什么时候要做啊 今年下半年吧 下半年快到了 现在五月了 那我请问局长 那你说这个53公顷 53公顷 你们是要说先来说明 这个计划 先座谈 在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你可以讲一下吗 我们会先跟地方会谈 然后再选址 这个并没有定说是哪个点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只是有这个框下来有53这样子 就是要达到53公顷的部分 要来做这个产业发展的特定区的用途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做说明 你是说下半年度要实行还是明年 下个月就开始对谈 做谈 跟谁 跟地方的这个有需求的 厂商啊 厂商或者是协力厂的一些公协会的这些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透过各那边因为西南产业很多嘛 工厂很多嘛 对西南 听听他们的声音 那希望你把这个明朗的一个基层 一份报告给我 因为我们服务处这边很多人来询问 这个已经困扰很多年了 那希望说有一个 可以让他们有依据的 或者怎么样的示范区 那要做多久 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让我们地方的这些产业更了解 那你这个是六月份吗 要开始 六月份我们开始 按照这个程序下去拍 先说明会 那希望说把这一个通知啊 或者方案 你如果这边已经整理好的话 就一份也一份给我 确定之后一份给议员 参考 好你请坐 谢谢 那我再请教一下农业局局长 其实可能大家问点问题 有的重复啦 有的其实也非常重要 那我想请问你今天有一个最新的一个 你知道有一个东西七月份就要进来吗 有一个东西 吃的东西 你关心泰国的三组吗 对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搞落命的 对啊我看你好像有点疑惑的脸 刚刚问你你有点疑惑的脸 三组七月份现在在公告 等公告还是怎么样 确定应该 我在想这个程序会进来的啦 对不对 既然公告就会进来 应该就会进来 好那我是比较希望能了解 这个 你等我一下 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先问你 因为我的照片已经排好那个程序 我怕它上面会乱掉了 我先请教你一个老树的问题 你知道我们台中市 现在有多少颗老树是你们列入管理的吗 有 1500颗左右 大概1000多颗嘛 其实我看的资料 每一区都有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知道这些老树 说重要是非常重要 才会把它列为这个保护的老树 是不是 台中市的资产 可是你们有资产吗 你们的资产 问题是你们 但我进到你们的该进的责任 去看看他 去检查一下 或者去调查一下他们的状况 有定期吗 这是属于谁的业务 就是我们林务科的主管业务 有定期在做哪些工作 可不可以简单告诉我一下 去了解去观察这个数目 如果地方有反应特别有问题 他会特别去了解 那如果地方没有反应你们会主动吗 去看看他有没有高一点老一点 有没有好一点还是生病怎么样 我们会尽量 如果有能力的话 尽量会会请他们去关心 关心这些老树 局长这是谁的业务 林务科 你可以请他讲 因为人家高雄市长都喜欢请 当局的那个业务讲 你请他讲一下 林务科啊 好 我想我看他很想讲一下 我想了解一下 谢谢议员 那我们针对台中市的社保护照老数 一共有一千多颗 那我们大概会 最主要的步势是如果有通报有 有问题的我们会优先去排定去看 那如果正常的数目的话我们会 不可能是每一年全部看完但是我们会轮着 轮着每一年还是会排嘛 对对 我们看一下那个相片好不好 你请坐 你帮我撥一下相片 这是刚刚那个53公顷的范围了 再下一张 这个老数局长你看 这老数真的是很不简单 这都是百年的 再下一张 这个老数 再下一张 局长 很清楚 再下一张 好 这个最主要是像我们那个区域大度 有两三颗这种百年的老数 那因为他有猎管嘛 所以他每次要修剪 就是一定要承报 然后可是这个就会影响到 当然这已经列为保护 一定要承报 一定要按照顺序来 可是他已经长到屋顶 然后也跑到 快要跑到人家的 穿进去家里了 然后他这个落叶都会塞到那个排水孔 都会阻塞 甚至大雨的时候 他就会 就会掉下来 甚至像这种夏天 这种很茂密的 这种好天气的时候 像那个清竹师 也会跑到人家家里 所以这个屋主也很困扰 那当然我们有请当地的工所 有去协助 去协助说旁边周边的 再下一张 像旁边这种周边 如果他会去人家用到 他们会尽量协助去修一下 可是像刚刚上面 真正的 你们有一个规定 好像是说 有一个修剪计划 要先报准 然后还要请 人家自己自费 去做这个修剪是吗 报准后还要自费 屋主还要自费 主要是这个部分 局长你能够了解 因为说真的啦 你已经把人家房屋 有威胁到了 然后你要修剪 又不能乱修 又不能自己修 报准之后还要自己找人 还要费用 自己承担 好主席 报告吴远 保护数目它是比较尊贵的 所以他要修剪 我们在依照 是保护知识条例 他是要经过我们 宿保委员会 这些专家 在修剪 我想这个对数目保护 应该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也是法规的规定 那这部分如果他需要修剪 我们会请 比较专业的来协助他做修剪 可是现在针对就是说 这个人家配合修剪 你们程序没问题 费用 要让屋主自己吸收这样 不合理吧 那如果在专家的指导下 应该是可以 可以怎样 专家的指导下是可以 可以你们 我们市政府来做 我们不是 我们请专家 宿保委员会的专家 那费用呢 他们吸收 不用费用 还是你们承担 费用如果有需要修剪 需要我们可以的协助啊 费用呢 我们可以的协助啊 一次好像也要几万块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的协助啊 那好 那我们屋主就放心了 由我们局长 这样子做一下保证 因为我们说今天 说 于情于理人家的地方 也让你们列为保护的地方 也不能自己乱剪 乱修 就承报之后 还要费用 希望市政府来协助他们 好不好 如果我们就会不足 我们会请那个土地公庙的 一定会不足 因为我们家一张像我 我自己收 还要花五六万块 我们会来募款啊 苏保委员会的 修剪范围是到哪里 我来募款来整修啦 议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议员的问题是说 苏保委员会他们修剪范围是到哪里 你们有个规定吗 苏保委员会他们是负责審查所有数目保护的 讲多少条 他们都有规定吗 可以减多少条 这个由他们专家来判定 专业的专业的那个判定 这个是要尊重专业的 尊重专业也没有关系啦 只是说要让屋主不要再承受这个 这个钱的负担啦 跟屋主来延伤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 今天就说钱 这钱最重要 我们会等政府来给他负担 这样好不好 是是是好 好 好你补充你先接一下补充我再接 来局长我请教一下你说司法委员会那台中市的司法委员会在哪里他对口是哪里 司法委员会是我们由农业局来签给市长来来来临选 临选 也是我们市政府里面去临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学者专家 那好那问题出来了 我这节目也对了这个事情 我们的 我们的老师的认定啦 刚刚在那个停车场里面 你们两边就在你收拾了 我们就通知农业局说你要是宿宝 那钱是你的是宿宝在管的 那大家去说 你们就说交通纸的用地上面的 所以要交通纸来捡 那交通纸叫他来捡 有来后 像你收头帽这样 把两边的药丁 他说这样 会用收到这样 你们那宿宝委员会他的管理很大你知道吗 宿宝委员会啊 是的他是 因为他是专业的 委员 有收到没收 同样 像我们这样 人家的房子 要怎么认定 那种是宿宝 我的看法 如果他碰到人家的房子 应该要修剪的啦 也会影响到房子的一个 安全 我想这个部分 应该要 政府里面 就两个 适当的修剪 我说政府里面有两个委员 很爽脑 这个就文资 还有一个人宿宝 现在碰到这个两个问题 在地方上 大家都非常讨厌 真的 所以你们要去跟 宿宝委员会 你要让他讲 实际的行刑 他那些 那些 现在不是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蒙羞啊 所以这个你们要去做协商啊 我会尊重 尊重来选择这个 推荐这个 司法委员会 接下来 接下来还是要 问一下局长 我们再把那个相片看 我们要不要下一张 好 很讨厌的也来了 其实很多都是重复的啊 其实很多都是重复的啊 不过我在我们 自己的咨询当中 我还是希望要把 这些业务 请局长要讲清楚 你刚说三组要 应该就会开放进来的嘛 那当初你知道为什么三组被禁 禁足 三组被禁足是因为检疫的问题 因为他有某一种那个那个 那个病虫 带着某一种病虫被查验到后来被我们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禁止他进口 后来要泰国政府改善 他的三组的那个病虫 到防止到我们检验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开放的 你这样一下子就 几年你知道吗 好像2003就禁了 是 十几年 他已经禁国很久了 禁止很久了 所以他那应该是果营的问题吧 果蟲啊 果营啊 果营啊 应该是泰国的一种一种果实营吧 所以很讨厌就是说每次这种外来的东西 伟害到我们尤其是 因为早上我有看了一个 这个报道 他特别讲说三组进口 那他已经有个配套措施那个 中央的部分 农委会有检验以外 像你讲的我们是要对 政府的 机制有信心啊 不过台中市政府如果说局长因为你也是农业的专家 也做了这么久局长也非常清楚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这边特别为这个山主 把关一下 他的安全性除了果营 我记得山主里面有很多蚂蚁 蚂蚁啊 那个蚂蚁都很大肆 你怎么看过 包含 这种 像进口农产品 他是在 海关 就包完了 进到境内来 就很难在在做这样的一个检验的 在海关 他要抽检 要检验 都是在海关就处理完了 对啊可是有些隐藏性的没有处理 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就是要要严格的控管 那台中市政府这边你有没有在这三组 更 我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是没有那个能力在处理的 那海关就是要把关做好检验的 那怎么办万一就发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也 也 这样也不行啦没有能力也不行啦 那这个问题我们再反映给农委会 请他防检期 再加强检验或者是这东西重新再禁止它进口 我觉得如果说开放进来啦 局长你要常常去买来吃 来吃看看 好不好 自己去检查一下 这样也为我们把关啦 你要先检验一下 先看看他们检验后 的这个水果安不安全 不管内外 其实你也是需要去注意一下 好不好 好谢谢 好 那更讨厌的就是还有这个 这个 都好像大家也都有关心过 就是有关春象 立志春象跟 的这个虫 因为最近不是只有太平这个区域 这个是无日 再下一张 好等一下再上一张 立志春象 这个部分很多 议员都关心也反映 可是现在最好用的方法是怎么 怎么处理 你可以再明确讲一下 最好用的方法就是用化学 防治防法最有效 防治怎么防 化学就噴防药 噴药啊 你现在怎么规定啊 有什么政策 是防护做预防做施 规定每个工所 怎么去用还是清洁队是怎么样 你可以讲一下吗 因为我们都是发现之后 只能找工所 公所才去用药 那你们没有先预防吗 最有效的方法 人外生物防治 它效果比较慢 它是一个 生物性的没有荣耀的一个 残留问题 还有 物理的就是用栽除软块 你一个 一个软块14个软 你栽除 那就抓 就减少 140只 就要先去抓 在叶子上如果找到 我们一配五块钱说过啊 对啊 你也要叫什么人去抓 叫人去抓来 彰化有一个 专门在抓 他一天赚一万多块 彰化有我们台中没有 彰化比较多台中比较少 那要培训喔 我的意思是说 希望你先有一套先预防啦 不要一直拖一直拖 已经很多了 你应该要再去 重视这个问题 果园立志龙园都控制得非常好 现在都不太看到那个立志龙园 但是在其他的 对啊 其他 这种工业什么都已经跑来这边 你那边消灭就跑来这边啊 对 对 用药 那要怎么 用荣药比较困难 因为他是有 有民众在接近 还有学校 也不 好啦你再好的想一下啦 好不好 你筋头 再想一下 等下你也不要再坐 现在营交局 下一个 这东西 下一张照片 这个局长知道了 很漂亮 很像满天星 那这个营交局的部分 你知道他有什么影响吗 我们如果民众有发现 跟我们通报 我们都会去要求那个土地的那个 所有权人 去铲除 然后我们督导他把这个东西消毁掉 我想这个是 这个在发现的地方 要督导这个 你们现在处理过多少个案了 我们今年就在太平那边 逛道路有处理一个个案 差不多两公顷 是喔 我们务日也有 务日也开始有 因为这种东西是 过敏源吗 还是怎么样 这种东西会怎么 对我们 他皮肤会发扬 发扬 对啊 因为现在空气肉 还多一些这些 外来物的 皮肤会发扬 会更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发现呢 地方发现怎么办 一样先跟 直接跟你们通报吗 公所反应 公所在协助去 处理 公所在协助处理 公所处一处就可以了 你们有专业吗 不然公所就抓 抓汤抓 没有什么专业啦 就跟除草一样嘛 然后把装在袋子里面 垃圾车再去分毁掉 环保的垃圾车 他们会协助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 人力负担啦 我希望局长 现在什么都找公所 公所不一定有这么多人 所以说你也是 尽量啦 赶快再想个办法 能够 赶快预防啦 那糖啦 这草啦 要预防啦 尤其是七月要进口的这个水果 希望说 你们有去中央开会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重点 跟他们反应 三次我会反应给中央防疫局 来加强海关的把关啦 对啊 你得到 帮忙 帮他想办法啦 你的点子也蛮多的啦 请坐 还要不要忙吗 要讲 要讲 就 你就讲 讲完再去 来很抱歉啦 中央这个下午的时间 大家都要睡了 我不知道 只有你们要睡 我也觉得很爱睡 那个 陈志泉说没有大家要睡 但是不行啦 我要讲 我 讲一句话是很切切的 爱之深则之切啦 有时候不讲 内心难过 讲了更难过啦 讲出来 很多人 也有啦 但是 对于 金发局 我是有很多意见啦 我昨天一直讲 局长 你的能力 你的经验 你的 你的看法 你的想法 绝对人家都 想要信用你 但是 是过去的金发局啊 在我 因为我可能是 比较没有在这个 工商这方面在发达 我都纯粹在当议员 对这方面 这个 这一方面我真的是零 所以跟金发局的接触是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很希望 拜托 局长 你从你旁边你的科长 介绍我们一下好不好 我们知道 第一个是什么科 市场 对市场 市场管理科 市長市長市長 对啊 贵姓啦 曾科长 曾科长 第二位呢 是工业嘛 对不对 工业科对不对 工用科 工用还是工业 工用 工用 好 那第三呢 工业 第三个才工业 工业 工业 工用工业 啊再来呢 再来产业发展科 产业发展科 好 商业科 商业科 好啊再来 终合 归 终合规划科 那就是 六科嘛 对不对 局长 领领导六科啦 六科四四 在我们 的想法 过去的 精华局 是一个梦幻的 一个局势啦 在那里面 我们摸不着头绪 那今天 我希望你来了 你就让我们摸清楚 头绪 你把你所有想法做法你想做的你都经验你的技术 应该要全部 去做 整 整个方面的调整 我一直讲 如秀燕的 前店 后厂 自由港 全部在你手中 我更要相信 台中市的 后厂 应该是很强 因为台中市有 很好的农业技术 农民们很好的农业技术 再来有工机 木工机 什么机械 以前在我们台中市 这边 你你主导的那个什么 脚踏车 还有以前的运动器材 都在台中 原来台中线里面 你看那个多发展的时代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你们在这方面呢 去规划出什么都没有 你这一次的 这个业务报告里面呢 完全是只有一个梦幻的 说法 就跟以前一样 拉出来一样 所以我很期待 再来一次的 工作报告 希望能加入你所有的 新的记事想法 你所有的 工作的目标什么 都要帮我们再写一次出来 不要再像以前的梦幻工作 做法全部 交给我们 看不下去 真的 如果要去实现他的愿望 要从这边打起 要从金发局打起 要不然他的愿望永远实现不到 我靠靠这个人 但是 我希望我讲的是很贴切的 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 每天我都会接到 好多有关金发局的 都那个 人会给他 投诉的 的一些 文章在里面 我真的不想拿给你们看而已 所以 拜登局长 打起金城吧 是 好不好 谢谢 其实 张一远讲的很有道理 我现在才要请教你 我这边要有一份资料 就是说 我们在乌日区 环乐路山段 环乐路西路那边有一个 购物的专用区开发的 这个 他们就是统称叫做 那个 乌日的ATT 商场规划 这份报告是谁给我的 我想请问一下 这份报告 是我们局里给的 局里是谁整理的 是哪 比较相关哪个科长 是 产业发展课 什么 产发科 产发科 那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看了 这一个报告完全 我要的是说 进度 那可是给我的东西 几乎就在说明他的 内容 他的范围 他的怎么 怎么 商业形态啦 他们的计划 不过说回来 这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开发案嘛 对不对 对啊 我现在私人开发案 你们提 在说这个 内容 我要的是关心说他在我们地方 他的期程 他现况 然后是怎么样 完全就是没有我要的东西 所以刚刚张议员才会反应 有些真的是需要 我们要的东西 你们要 去 去了解 因为我看 这就是 把他们的宣传的报告 给你们自己 操过来而已 那我看一看就说 啊 范围喔 内容喔 他们的怎么营运喔 怎么构想 他们建筑计划 这个 跟我们 金发局 我要的这个 在地的影响 比较没关系吧 呃 报告一座 ETT是一个私人公司的投资 那他这里面最 最重要是他的规划里面 商场加入各 在那个 办理历程这边 最重要为什么会有现在的现象 是因为他又加入了一些其他的 特许营业 这一点很重要 以前是没有特许营业 我 问你一句话就好了 他什么时候要开始开发 会开始在动 动土 你怎么知道 动土还没有 还没有 动土还没有啦 还没有 那什么时候 他现在还是计划当中啦 对啊 所以我希望这个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三年前也这么说 两年前也这么说 去年这么讲到今年 都说要开发了 要了要了要了 我们地方都说 要担了都跪下了 已经很久了 好那个 局长你再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好不好 这个时间 是 你们现在你现在没有正确答案给我啦 你要回去整理啦 我给那个 陈正弦议员 明天早上我九点半业务咨询 透过数捕团体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来认定的话 除了数目要保护 其实民众的身家产产更要保护 既然你把务员老术 应该你们要好好管理 该修剪 还是要修剪 应该要定时定期的 要下去 好谢谢 好谢谢 以上是张廖乃伦议员 苏博欣议员 吴琼华议员 张经文议员 您的执行 接下来由我们刘士座议员执行 谢谢 谢谢 大家祝贤 雅王市长 各位局长 还有事务同仁 一位同仁和媒体联合 大家笑好 我从九十年 做议员到现在 十八年 将近十八年 每一次在我们市府的一个业务工作汇报 文山工业区 每次都有提到 唯独高局长 在你的近六页的工业区的 开发局管理报告 我没有看到文山工业区 莫非文山工业区已经胎死附中了 已经没了 没有胎死附中 没有胎死附中 那为什么资质未提呢 我们还是正在努力中 上一次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专案报告里面 其实回顾文山工业区 在巴苏林 由农业区变更为工业区 其他必要设施用地 而且采趋趋争收之后 将近十五年啦 地方是说真的 大家这样 纷纷扰扰啦 结果到了一百年 县市合并之后 趋争收认为不可行 要改所谓的市价 证收 因为那时候我们 副市长是因为整个的中央政策的关系 你不能用公告地价来做什么 必须用市价证收 结果呢 原校拿半天 还是不可行 一百零二年啦 多数地址希望说 能够改由市地重化 你也说好了 不然就听地政局 来做市办重化的规划 结果呢 绕了一大圈 一百零四年 齐转升到开放 就好像不行 不然踩分期分区的一个办理 结果呢 怕是这样 纷纷老老说 地主要这些 他的意见 说到 这些事情真的也吵成一团 到了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六年 请都法局 都市计划变更招标案 也终止了 结果又什么 改由建设局 启动大渡山森林公园 富裕计划的规划来做 这个局长 说一百零七年 要完成 结果呢 一百零七年 现在是一百零八年了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 指纹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现在到底是怎么 现在要跑出来一个 中部企业精英 磐石会 说要来 比照我们台北市内府科技园区 模式来开放 哎 专长 青春岁生宝贵 八十五年到现在几年了 终于二十三年了 一个文山工业区啊 来麻烦一下 那个帮我放一下影片 喂 平工事 文山工业区啊 其实说是专长 你有看到吗 它的上面是工业区 台中工业区 下面是金线区 一起二 对 在右边这边 是台中火料链 跟我们的焚化炉 旁边都是开放做所谓的一个重污染的地方啊 整个大杜山台地啊 其实说实话 市场已经沦为重污染的地区了 尤其市场 一概动作建议 市场换人 空气换新 如果 这个地方再开发为所谓的工业区或科技的 你想这跟我们市民的政策 是不是有所违背 都要辜负了 我们所有市民 尤其我们南东地区 对他的期待 既然的启动了 所谓的森林公园的枯一的规划 我希望局长 是不是不要一直拼命想 所谓的经济的发展 也留一下一片净土给我们的子孙 好不好 我不知道到底是建设局 他的研究之后 结果是怎么样 你跟我说吗 他说1007年就完成了 建设局的评估怎么样 这个跟宇作报告一下 内湖科技化 其实是应该叫文山内湖化 这个是磐石会的前会长创会长 想出来的一个口号 可行不可行 问你说你今天同样的科技业在这里的话 是不是又砍树砍林 这个可行不可行 我们还是要跟当地的这个文山公园区有一些存在问题的时候 这个是你主管的 我希望放下屠刀 尤其我们地方上也一直抗争到现在 不知道局长你也没有跟我们的宝山自救会喷过头 有没有问过他们的意思 跟他们接下过 我以前在自己找土地的时候接下过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问题 我知道你当局长的时候 局长的时候没有 没有吧 那是以前过去你在私人的时候 那我需要你尽管跟他们做这样的接触 了解地方的心声 正在安排中 我也是希望 还是回归原点好了啦 既然造了这么多纷扰 大部分来讲的话 还给我们大地一片他应该有了这样的一个的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空一个清净的净土 是 好不好 你看 我也是 整个跟这个里南边都是固乱的地方 对不对 对 你还忍心让他再开发吗 好不好 好 我也希望你尽快能够跟我们这些把握之后这些团体 是 来做这样的进一步了解他们的 然后了解他们的心声 好不好 好 所以叫我向能够落实市长的政策 是 市长既然换人了 空气就一定要放心 要放心 就是必须要拒绝行动 不要只是空号而已 是 怕惊人要拼 不过我们是拼后四人 那拼哪怕孙的 对不对 不要遗害子孙嘛 是的 站在我的立场 我会去妥善的跟当地的团体 好 我希望局长 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出来 谢谢 我们的地方先生 我再次来来 表达给我们局长说一个了解 好 接下来 谢谢 请请坐 我想请教一下在座各位的官员 有看过 有看过夹娃娃机电的请局所 有看过 夹娃娃电机 有人不行 没有看过吗 夹娃娃机电啦 电啦 有看过了嘛 对 我不是叫说有玩过啦 玩不敢当地 嘛 一定不一定 在前天说在认 没有看过的局所 那表示这个店 大家现在都说 我不能讲所谓的氾滥啦 真的是四处凌厉啦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的高局長,這是你管理的嗎? 要看 夾娃娃機是不是你管理的 夾娃娃機不是我管理的,但是要看它在哪個區域 沒有,報告是你在裡面 但是我們管理的區裡面有夾娃娃機 對啦,我是不是你管的,我是不是你看的 因為你現在裡面它是列入電子油液的這樣的一個產業在管理 是不是 對啦,是啦,要看它的地點 好 的確 我請教什麼叫夾娃娃機 夾娃娃機喔 夾娃娃機就是電動的,落錢來拿東西出來 那叫夾娃娃機啊 夾娃娃 以前是娃娃,現在很多人 現在很多很多,現在都有 電煮的東西也有 還有呢,我知道你要講什麼,十八線的也有 所以,局長,你說 來的東西真的 歐都塑造的衣服都有 要不要管一下 三位我們的食安 食品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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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所以說違規化妝品 甚至有些是仿冒品、侵權、色情等等 最近還留著什麼 流行所謂高單價的物品 對嗎 這個高單價的東西喔 尤其是3C的產品 今天在這裡面 你認為說 他這個已經是過去單純吃花季了 那樣的一個遊樂性質而已嗎 不是 不是,已經變質了 你看,外界邊喔 有其他一家花季店 裡面是什麼 把它放一下 我得了一種不能不假的病 開玩笑,這是上癮的是不是 那什麼會讓人上癮呢 除了賭博跟毒品 還有藥品之外 還有什麼能上癮 其實說起來 最近我們的男軍就發生好幾件 被警察含送賭博 甚至 警察官啊 開禮搜索票去搜索 我奇怪 因為那東西很大 要怎麼走 聽說裡面夾東西 裡面夾帶紙張 可以去兌換 其實啊 防部聖皇局長 我希望你們 這個身為一個主管的單位 你們要去做一個規範 好不 不然用一支條例嘛 東西也不可以放在你規範 讓這些其他單位去啦 能有所依循啊 好不 不要翻譯這種 一直在翻譯下去啦 其實說不僅對下代生 也造成社會的一個 所謂的犯罪溫床啊 好不 好 好 你請坐 這點我希望你們對於這樣的一個的 管理源頭開始 尤其這個物品 他來管理我覺得你們一事責無旁貸啦 好不好 再說啦 你知道 市長啊嘛 講到我們啊 這個 林前市長他的 地價稅 高這個暴漲啊 結果其實也是 讓他嘗到 一個慘痛啊 下台的這樣的一個 不過 楊副市長 議員啊 市長的說啊 他要 降低我們的 地價稅 而且他在就任之後 我想他的政見 也都在實施 尤其是 發佛的事情 好 包括我們老人 健保給付的一個的 恢復等等 那接下來 這個地價稅的調降 我想 你也知道 西南屯區是重災區啊 兩區的平均的漲率啊 幾乎到達一成 啊這個一倍 尤其加上說那個 那個有些重劃區 他要回復原來課徵 Double 有的地主啊 既然啊 在兩年前說啊 他的地價稅漲了四倍啊 我想也發生了我們老人啊 因此被逼死 這樣的一個殘劇啊 我也希望說 養護市長 還有我們 地罪局 聽起來 雖然整個台灣是38.25啊 可是 西南屯是重災區 這兩個區的 地主其實受害最深啊 那這兩個區的調降 我不知道養護市長 跟我們的省區長 你們是不是能夠 去想一下辦法 讓我們這些 地主有所趕 不要說是喔 起幾個杯 阿降 阿降幾趴而已 不是啊 你說 呃非常感謝 呂世宗議員喔 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一個社會問題 而不是這錢的問題 所以當盧市長呢 呃他的方針 就是要讓人民有感的生活 但是我們不能違法 所以我們目前為止的作為 就是我們現在地震局 我們有11個地震事務所 他們開始在 舊臨近區的市價 到底是怎麼回事 同時還要依法 我們將不動產等相關團體 以及地方市政 還有民眾 最重要是民眾的新生 那麼統籌之後 要在下半年度的時候呢 來送給我們的地價評議委員會 那到時候那個委員會 會去做審議 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的方向 你的說法 其實你之前有很多了 我跟妳講 重點不在這裡 是 而是在西南屯本身 它是重劃之後 一個高地價的地方 對所以要何時去看 除了時代的 是整個最發展的地方 可是 中央規定的稅率跟集聚 對這一些高地價的地人 造成很重的這樣一個稅負 這才是問題啊 是 我們了解 不是光地價 它的稅率的提升 它的急劇的說小 台北市 台北市4千萬以上 現在開始Q10% 251才開始Q10% 昨天也有 趴數就一直戰戰加起來 等值的價格 然後它的這個 這個才是嚴重啊 差距將近要40-50% 對啊 對 差距將近要差 馬山可怕下來 我也希望說我們 好好用心來做 這樣跟中央講 不要再一層不變啦 說你們台中市的地價很低 台北市本來很高 台中市的發展一顆 也沒有輸台北市 好不好 我跟這一點 我希望陳雲雅 你還要跟中央建議 好不好 不是光地價公告而已啊 那個稅率的急劇 跟稅率本身它的 那個金額才會嚇人啊 好不好 這一點請我向陳雲雅 你回問一下 謝謝議員 其實您長期都在觀察 都在關心這個議題 非常感佩您的關心 在105年您關心的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曾經跟財政部來做過建議 不過財政部他必須要衡量 其他縣市的看法 那目前他們還沒有進一步的作為 這樣跟您報告 謝謝 好 謝謝劉思作議員 最後一位張彥統議員的諮詢 改書面諮詢 今天的AV詞請到此結束 三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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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